你 江村 江村 给我出来 江村 林苏 你怎么来了 你以为你怼到优艇上 我就找不到你了 是不是 怎么这么说 出来 给我出来 回来 回来 你是谁 我是操作合法妻子 你是谁啊 江村 你们慢慢聊 我已经走了 不要脸 你怎么打人呢 你这个女人脑子有问题吧 江村 我告诉你 你还是处理好你的家务师 在来找我 我在你这儿打我的时间 已经够多了 马上说记住你了 够了 放开 你人都打了 你还要怎样 怎么了 那不该打吗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 你不想在这儿 我请你们俩吵架 有什么事去上海找我和 可瑞斯 可瑞斯 我把她给我离开 我不是想跟你说 怎么了 你想因为她跟我离婚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江太太 你怎么来了 我说什么事 可瑞斯呢 走了 合同呢 还在这儿呢 我的合同还没签呢 咱们又结外生枝了 我去找可瑞斯啊 我去找可瑞斯啊 这个可瑞斯 可瑞斯 满意了 可瑞斯 我不像你想的 你模重 我在工作 她大老远 从英国赶过来 她为了倒时差 我不想打扰她休息 你是迁就她住在这儿 对不起啊 是我太冲动了 我会到 给她道歉行吗 你忘了我们的约定吗 我没忘 难道我们要这样 冒合成立过一辈子吗 你以为我想吗 想想你的过去吧 我已经记不得 你当时的样子了 江村 先生 先生 你醒不醒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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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睡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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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别睡啊 先生 先生 你别睡啊 先生 你别睡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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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车口里看见 秦英苏的样子了 秦英苏把心里的时间都忘了 不知道是他记不起来了 还是我认错了人 那你就直接跟秦英苏提呗 他不忘了 提有什么用 走吧 来来来 让我来 小姐 你后被流血了 你没事吧 小姐 小姐 医生 这里还有病人 不会 护士 郭总 急救室 这个女孩为求刚才那个病人 受伤的 伤势不清啊 你放心 我们会安排急救的 你是病人家属吗 我 我不是 赶快联系病人家属 在病人家属来之前 你去帮忙给她登记一下 好 会留下来的 这就不介意 那就是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 你愿意嫁给我吗 这个妈知道吗 她当然知道了 不然咱们会把戒指给我吗 我不信 你妈一直都反对我们俩 我小枝同学 现在给你求婚 你能不能浪漫一点啊 你再看我什么也买钱 我会被气死了 小雅 你 你们 你别这么看着我啊 我跟你说 我 我我是 本来也要找人替你算账的 结果被抓来当了苦力了 你看真的 小植 我知道这三年 我妈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但你要相信我 要娶你的人是我 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人也是我 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人也是我 相信我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我只要你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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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不用配合 不到哪微 hungry 不大 您好 喂 您好 是陈太太吗 这里是博洋大酒店 您之前预约的 枫叶免费市场活动 已经交到了 您能二十来吗 难道呢 来了 来了 你现在就变门口了 好的 我们恭候您的光临 霍芝 姐对不起您 妈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好啊 你都敢冲我吼了 这个女人有什么好啊 你为了她 你敢吼你妈 妈 我没有 您别生气 咱们有话好好说呀 还有什么好说的 霍芝 你一没学历 二没家事 三没本事 这些我都忍了 谁让我儿子偏偏喜欢你呢 可是你现在脚踏两只船 给我儿子戴绿帽子呢 我是绝对不会允许 像你这样的女人 进我们陈家的门 你知道吗 阿姨 我没有 我不是让你在说什么 我都亲眼看见了 老天有眼 让我在你们 美丽结婚争以前 认识了你们的真面目 敏生 听妈的啊 立刻跟她断了 妈明天就去给你找一个 比她好一万倍的女孩子 妈 我相信小枝不是那样的人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这是 阿姨 如果你后悔同意 我跟陈领生结婚 你可以直说 但是你绝对不能 侮辱我的人格 人格 像你这种女人 还有脸给我谈人格呀 是用我们领生 这么善良的孩子 才会受你的骗 我早就应该想到 你竭尽领生 就是不怀好 妈 你别这么说小枝 妈不会害你的 你说 听妈的啊 给她断了 妈 你别说了 小枝 我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 要不 要不你先回去吧 回头我再找你 不许去 我把话放这儿了 你一辈子 都别想进我们陈家的门 你马上给我走 走 走 来 走 走 行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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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小枝 你在哪儿啊 我快到公交车站了 你怎么就走呢 我还想送你回去呢 不用了 我还是觉得 和福利院住几天比较好 你别跟姐客气啊 我说了 我一个人生活了二十五年 我不需要一个姐姐 那是单子 霍芝 你这两天去哪儿啊 你这什么表情啊 昨天到底怎么回事 关你什么事 喂 哪位 严肃啊 我是安依丘 阿姨 应苏啊 阿姨提醒你啊 你都三个月没来耗麦了 这样下去怎么求子啊 好吧 那咱们就周四见啊 拜拜 怎么样 能不能听出行苏 有什么反常啊 电话里面怎么望望问问歉啊 得见了面耗了麦 才知道她怀孕了没有 可我觉得 她最近真的很反常 你知道吗 琴音苏以前穿的是S码 她现在穿M码 整整胖了一圈呢 而且她还恶心 呕吐 电视剧里不就这么演的吗 怀孕肯定是要吐的 你是说 她现在就有妊娠反应了 我看着挺香 不过我每次问她的时候 她都说 那是她吃坏东西了 但我看未必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你不是说了他们俩感情不好 你一直分房睡吗 所以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呀 她嫁给我哥 已经是走公事运了 这要是再给我哥戴绿帽子 我肯定饶不了她 你先别乱猜 万一孩子就是你哥的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哦 哎呀 你一个小孩家家的 你哪知道人家夫妻之间的事啊 这倒是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不能让他 把我哥给骗了 哎 阿姨 这事你可一定得办理 好了 别着急 周四见了面 一好迈就知道了 嗯 我一直记得 你从小就特别懂事 特别会照顾别的小朋友 那时候啊 我就在想 要是将来 有人能好好地照顾你 该多好 所以那天你姐姐突然来找我啊 你不知道 我心里有多高兴 这是你姐姐留给你的信 守住 小芝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恨我恨妈妈 换作我是你 恐怕只会比你更生气 可是你真的不要恨妈妈 要恨就恨我吧 听妈妈说 我们出生之后 你就查出了心脏病 那个时候爸爸刚刚失业 妈妈也没有工作 一家人的生活都成问题 更何况是要给你治病了 于是爸爸 就瞒着妈妈把你放到了福利院门口 然后告诉妈妈你死了 妈妈伤心了很久 到现在一提起你 她还是会掉眼泪 而这件事一直到几年前 爸爸临终前才告诉我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 自己还有个妹妹 小芝 我是姐姐 得病的应该是我 被抛弃的也应该是我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愿意用自己的一切 换回你这个妹妹 小芝 你原谅妈妈跟姐姐吧 喂 护制 喂 姐 姐想请你帮个忙 帮我去见个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你这个我把嘴画得也太红了吧 你不化妆的话肯定会穿帮的 你只要化了妆 然后少说几句话应付几句 没人会发现我们是两个人 这女孩是谁啊 这是姜村的妹妹 你不用搭理她 你只要能应付姜村两句 之后我们就在咖啡店里碰头 收叫什么 你到底有什么事 瞒着姜村大跟我呀 你一定要跟我解释清楚 就算你是我姐 我告诉你 deg 我也会生气的 放心吧 我一定会给你解释的 谢谢你了 我的好妹妹 别紧张 现在脉� kw平稳多了 可能刚才有点心慌 你是不是早饭没吃啊 盈苏啊 你最近是不是 有什么伤心事啊 干预气质的厉害啊 这个都能看出来啊 当然了 面相骗得了人 脉相可骗不了 是不是江村 让你生气了 阿姨帮你说他啊 你现在就得放松心情 你的首要大事 就是调理好身体 赶紧生个孩子 干嘛 把这个药去煎一下 你急什么呀 这是安医生给你的保健品 知道了 公司等着我去开会呢 我也有个人 没有急事儿 那就先走了 诶等等 有件事想跟你说啊 我没有生孩子打算 也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你知道就好 你不是说话了 要不然就当年过日了 你看看吧 江村 你什么意思呀 我那天确实说话有点重了 可你也不至于让我离婚吧 先看看 我不看 不管你什么条件 我都不会离婚的 其实那天你跟我说的 我想了一下 你说的有道理 你今天一定要跟我一个交代 交代 什么交代 我不管你为什么娶我 但你既然娶了我 你就要对我负责 你想要留在我们江家 想要给我生个孩子 不就是想要一个安全感吗 对吧 仔细地看一看 这是我转让的 我名下的百分之的不全力 我不看 不管你看什么样的条件 我都不离婚 不行的话 咱就找爸爸秘里 看他答不答应 是 这你老伙子 我还不理呗 我给你来 你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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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UST 你不是没有安全认吗 我这么做 就是在给你安全认 我这么做就是在给你安全认 我要的不是这个 你要的我给不了 你明白吗 我过两天去上海出差 我希望你冷静一下 你签了吗 要去上海 在你那个前面有贵子吗 我工作的事情 你可以问我 为什么我的老婆 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我不能问呢 江村 你既然跟我结了婚 却不愿意生孩子 那你为什么娶我 问你自己吗 离开江家吧 江家从内到外都在算计你 你待不长的 你什么意思啊 是 安音秋是江家二十年的 家庭余生 她早就跟江家是一伙的 给你的保健药里面 多了一粒最新进口的 避孕药 我早都知道了 江家根本就不希望我怀孕 也许就是江村奉陪她这么做的 不可能 江村虽然不想要孩子 但绝对做不出这么卑鄙的事情 那你打算怎么办 夏文 我打算跟你分手 我不能让江波儿得逞 所以我得生个江家的孩子 他们想赶我走 可没那么容易 你要放弃我跟你的孩子吗 夏文 算我对不起你 孩子 孩子真的是个意外 不过你放心 我秦英素一定会补偿你的 英素啊 医生说你容易动胎器 你可得多补补 之前是妈不好 妈不该出你发火 这女人哪 一旦有了孩子 都是身上的肉 谁也舍不得往下掉 来 多喝点 你说你这死丫头 人家怀孕都长胖 你看你瘦成什么样 你不知道 我在江家江波儿 天天盯着我 我都快怕死了 妈 我必须要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安胎 我还有半年才能熬出头啊 安静的地方 那能去哪儿啊 英素 你别怪妈狠心啊 你要留住这孩子 可是太难了 我要是留在江家 我这个孩子肯定保不住 好 给你看看 这个是江家的家庭医生 给我开的保健药 说是给我调理身体 希望我可以早点怀孕 其实里面加了 最新的避孕药 怎么会这样啊 我一年前就发现了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 再吃这些药 只是想不通 江家究竟是谁 不想让我生孩子 所以我要保持这个孩子 必须要离开江家 可 可你要是不在江家 这事可怎么瞒得住啊 你看 你让我看你照片干吗呀 你仔细看看 这照片上的人不是我 这女孩是谁啊 难道是你妹妹 一开始见到她的时候 我也吓了一跳 以为她是我妹妹 可是当年 她明明就把妹妹埋了呀 我还是不死心 我就拉着她去医院 做了DNA检测 不关系她不是 都怪你爸没本事 当年没能跟你妹妹治病 妈 你也别伤心了 这个女孩叫霍芝 目前正在失业 而且被房东赶了出来 恰巧被我遇上了 我收留了她 她也答应我 在我安胎的这段时间 她假扮我留在江家 这 这能行吗 可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再说这件事 只有你我知道 谁会想得到 在江家的人不是我呢 喂 小致 喂 姐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答应你 谢谢你 小致 霍芝 你可想不认我 那不是 哪个人 你就让我来 你再说 你还要 可以 那不是 你在弓刀 早些年 她因为轻度中风 痊愈之后 就搬到疗养院去住了 全家人 也只有她对我好了 但您要不是她坚持 我也不可能嫁到姜家来 那我还真挺想见见她的 姐一个多星期就回来了 如果有什么事情 就记得联络我 这个 是我的电话 以后你就是我 上面存了我的备用电话 姜家人不知道 如果你需要联系我的时候 就打这个号码 姐 我 我怕我坐不来 你不会到现在 打退堂鼓了吧 那 那我尽力吧 哦 对了 这个是我的护照和身份证 你把它收好 有必要的时候你用得上的 姐 你去过这么多的地方啊 你看你想去哪儿 以后姐姐都可以带你去的 要是没别的事我就走了 我们俩随时联络 哦 对了 还有那个姜博 不管他做什么 你短续没看见 别人就过去了 知道吗 你就把信放在肚子里吧 我很会看颜色的 我走了 下池 我走了 下池 我回来了 家里都乱套了 秦英素 秦英素 你现在必须跟我道歉 立刻马上跟我道歉 秦英素 你给我站住 你不要太过分 你把我当小的小孩耍啊 我起那么早 在家里等你 你这回来一句对不起的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用这么大呼小叫的 我听得见 英素 秦英素 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赶紧上去休息吧 我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要上楼休息 有什么事情等我醒了再说 秦英素 你不许走 你今天不管话说清楚 就别想走 你不就是生气 我换了你的好事吗 你至于这么故意 耍我放我鸽子吗 你是什么人 我太清楚了 不 少说两句 不不不 你让他说 秦英素是什么人啊 你倒是说呀 秦英素到底怎么拧了 你这么不依不饶的 我告诉你 我敢进这个门 我就没什么好怕的 你 你吃香药了 你没话说了 那我上去了 哥 哥 你看他 你看他这个样子 明明是他友 会不会当然就不跟我道歉 对了 还有那个姜伯儿 不管他做什么 你短短短没看见 人也就过去了 知道吗 明明是他有错在先 连句对不起都不跟我说 你还管不管啊 直接你让我跟他道歉的时候 我可是认认真真说了对不起的 他呢 你要是真生气 你就骂我两句 我绝对不唤唤 你这是什么态度 明明是你不对 好像我跟恶人一样 好 你骂完了 我可走了 你别后悔 哥 哥 你管都管了 我是你妹妹 人家刚才让你骂 你不骂 你现在后悔完了 哥 你能不能别这么偏心眼 我好歹是你妹妹 她算什么 而是你嫂子 听你这就知道吵吵吵 你家人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以后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出去 谁啊 英素 您的包裹 我给您吊这儿了啊 嗯 这博儿也真是 我二十好几个人了 您可别往心里去啊 呦 英素 你好像瘦了 是吗 嗯 可能是最近在减肥吧 我有点不舒服 想休息一会儿 先出去吧 你不是装的 我还以为你跟博儿怄气 故意说自己生病了呢 哪儿不舒服啊 可能今天早晨太累了 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还有吃饭的时候 不用叫我了 我没胃口 好 你说你逃不讨厌 妈你 赶紧走 我还是嫉妒 pastijiii 啊 你什麼意思 你不會是想要 利用這個孩子吧 什麼叫利用啊 我這是為了他好 再說了 他也需要江家的背景 你這不就是利用嗎 而且 而且你怎麼想 你把孩子生下來 你準備怎麼帶進江家啊 江崔又不是傻子 憑空多出來一個孩子 他不可能 我現在要生孩子 這孩子就一定要姓江 該怎麼做 應該是你去想的 再說了 孩子生下來 你就跟著想幸福 你應該高興才是啊 不可能 我絕對不可能 幫你這個忙的 這事不是跟你商量 這事我說了算 你只要在我生下來 孩子之前 把鄉村解決掉 這個孩子自然而然 就信江 秦宗你是不是瘋了呀 你什麼意思啊 意思就是我幫忙了 我是不可能 幫你這個忙的 好 你幹什麼 你不幫我 就讓我和孩子去死 kann 英宗呢 英宗去哪兒了 兀壞了 英宗 哎呀 有素 有素 你要吓死吗呀 你快下来 你竹子里还有孩子呢 你不能做傻事 有素 你再给我点时间行不行 别做 我现在没时间了 我现在是给你们两个决策 不要 我就跟韩子一起活 不要 我就跟韩子一起死了 你们选吧 我不要 我 哎呀 黄嘉雯 你倒是快点答应了 我告诉你 有素要在狗山庄凉暖的 我又不活了 我现在是三个车 七 二 好好好 我答应了 我答应了 答应了 下来 喂 姐 姐 什么时候多说爱个姐 那个 我本来约了朋友 在等他电话呢 你有什么事啊 我没什么事 就是爸这两天要回家住了 所以 今天晚上早点回来 我有话跟你说 知道了 我担心的是 你平时怎么闹都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说 我爸跟我吵架 情愫在你眼里 就这么不懂事啊 再说了 你爸这儿还不响 行了 我不给你吵了 你这又要干什么 马杰说你要到我房间里去住 我不同意 不同意 爸要回家 爸 我们不是协议过分开税 不能让爸知道吗 我知道了 又要谈条件是吧 行 有什么条件你说吧 但是有一条 只要不生孩子 我都可以答应你 协生过什么呀 你空口无凭 再说又没有白纸黑字 这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了 来 这是你亲自签起来的 你自己看 每一条 全都是你自己制定的 样样都是有利于你的 这钱 钱 钱 这都是钱 你们家家是不是除了钱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 我告诉你 我可以容忍你对我的朋友不礼貌 我也可以容忍你对着我乱发脾气 但我绝不容许你当着爸的面耍镜子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 后悔没有签出转让股权的合同 我告诉你 反正爸明天才回来 今天 今天我们就各睡各的 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我爸呢 在娇花呢 爸 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呀 打了这么多电话你也不接 什么打电话给我 电话也没响 我 这不是个遥控器吗 你指着这个能响吗 你指着这个能响吗 我怎么会拿个遥控器呢 我这 家里都说好了 我送你家吧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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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搞的 喂 别喂了 哎呀接着爸了 别喂了 走 孤单乖女同窗共振 我就是算告诉姐姐姐 我真的是清白的 你信吗 我怎么看啊呀 哎 杨素 你好了没有啊 老爷子快到了 先生让你快点下去呢 知道了 哦 对了 您别忘了把那防滑垫垫着啊 别像上次一样摔倒了 对啊 有了 就你了 妈 终于时间了还挺疼 不行 不行 不能坐前面 爸 喝茶吧 你送来 在上面呢 爸 你这回来还没跟我说两句话呢 你找那个女人干嘛 这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说她是你嫂子 爸 也就是您能管得住的 就说后面 好 好 我就豁出去了 大不了就几个包嘛 写完包之后 我就躺着丽娅中晕 可以 我没问题的 一 二 三 我 我 英素 你怎么了 英素 哥 哥 哥 来了 这都睡了一宿了 还没醒啊 本来早就该醒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处于困难的状态 大夫说要再看看 不过应该没什么大事 爸怎么样了 一宿都没有睡好 一直说要到客厅等电话 我好不容易把这安抚睡了吧 阿姨一早把她接回疗养院了 你也一宿没睡 我不困 我来照顾我嫂子 我来 来 英素 你醒了 怎么样 赶紧叫大夫 快 怎么样 这是哪儿 别动 别动 这是医院 你昨天说我伤了摔着了 伤口还疼吗 你是谁啊 英素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我问你是谁 大夫 大夫 马杰已经给你看过我们的结婚证了 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都是你的丈夫 其实我根本不信你失忆了 为什么 你敢跟我说话吗 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都不准备跟我说话呢 不过现在开始我有点相信你了 那又是为什么 你呢 你呢 我都有点害�ע了 你胜利问你 我 肯定是否 我可不过你 你呢 呢 你呢 你呢 是啊 有的时候我都挺得累 我一点都不累 你到底要干吗找我 大夫说了 你的病没有什么大碍 可以出院了 跟我回家吧 谁说我要出院啊 再说了我又不认识你 你万一把我骂了怎么办 我就待在医院里 你哪儿都不去 我已经决定了 明天早上给你办出院手续 你早就走 不行 我不出院 我就不信医院会赶我 怎么你现在 你愿意住在医院 也不愿意跟我回家吗 然后 什么条件 说吧 条件 以前的情愫 不管干什么 都要有个条件 只要满足了他的条件 他才可以答应 说吧 这次让你回家 干什么条件 我不管以前的情愫 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 但现在的我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才不希望跟你 回什么家呢 比起回到一个 我根本就不熟悉的家 还不如待在医院里呢 你不愿意回去没关系 起码答应我一件事 行不行 只爸打了电话 我跟他一样以后 他是你爸 又不是我爸 那karang似乎 差不多了 算 我求你 行吗 那我可以 可以 八ane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姐 你怎么样啊 小池 你在哪儿呢 今天在医院 不过旁边没有人你放心吧 你怎么在医院啊 你怎么了 出了点小意外 不过你放心 一点点小伤而已 现在江家人都以为我失忆呢 那我没办法 想不到你还挺聪明的 我也是真的没有办法 才出自下策 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是这样 姐这边呢出了点小意外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在北京出了什么事呢 我不是把脚扭上了吗 这次走得急 下飞机的时候又摔了一跤 这下好了骨折了 得休息一段时间 对不起了 小池 姐 再拜托你 再帮我拖一段时间 我 我要是再拖的话 我觉得肯定会穿帮的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这样我现在给你发微信 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没有 我一直都相信你 那我就求你了 小致 你再帮我拖上一段时间 好吗 你如果实在不相信我的话 那我就豁出去了 我明天就回去 别别 我就是 我就是怕给你穿帮 怎么会呢 你这么冰雪聪明 肯定没问题的 我 这还得继续装下去啊 你说这孩子 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呢 你说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呢 在自个儿屋里 都能摔成失忆了 医生伤没什么问题 当时是怕麻 您承受不住 没敢告诉你 这要不是 老邻居在医院里面 正好撞你应酥 我这还蒙在鼓里头呢 对不起了 咱们不如去医院吗 咱们不如去医院吗 我订了一处应酥最喜欢的板盒 去去送来 好 妈 你去看看火车 千万别让他那么快抽烟 省得被金家人认出来 你去看火车 江村啊江村 我们亲家真是对不起你 马杰告诉我你在这儿 我带了你最喜欢的花 这些 知道你在江家不舒服 我把你妈叫过来了 这样的话 今后我们轮班照顾你 颖苏 你说你摔了 也不跟妈妈说一声 妈妈担心死了 看着你没事就好 来 这妈给你煲的汤 赶紧趁人喝了 我不认识你 我不太舒服 要回去休息了 这 这 老爷 谁的电话 不知道啊 打了好几遍了 您接一下 哪位啊 爸 是我殷素 殷素 那你怎么会打电话给我 我病怎么样了 医生说让我留院观察几天 没什么大事 反正我就听医生了呗 好 好 没什么事就好 嗯 十亿 可以让小了出来 姜太太真的十亿了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这事你就别管了 别乱说啊 知道了 老爷 别乱说 你 姜太太 你这两天身体怎么样 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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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哎 你什么时候住的院啊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 哎呀 我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楚 我都在告诉你 不行 你现在就跟我说 怎么成姜太太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呀 多云说 你为了替你那个什么姐姐 秦英素骗江家人 赖在院里 还装失忆 霍之啊霍之 真有你的 电视剧看多了吧你 我知道我傻 是新鸟儿 可是我现在已经去了姜家 人家江家人都以为我是秦英素 但我自己不能把姜真真拿老公的 我这事我怎么觉得越 越想越不对劲啊 你姐让你假扮她自己 难道她真的怕离婚吗 哎呀 反正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不就几天嘛 过几天我姐回来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各归其位了 现在呢我就失业 江家人不能把我怎么招啊 对吧 说你脑子里神经是横丝啊 都是我夸你 不过你这么一说 终于明白了 我见过秦英素 看样子可不是闪茬 你什么时候见过她 就咱们上次见面没多久 你们做血缘鉴定的事 哎 华之 你这两天去哪儿呢 你 你 你这什么表情 昨天到底怎么回事 关你什么事 那女人阴阳怪气的 我还以为是你呢 现在一下 我想明白了 她是秦英素 怪不得你觉得她阴阳怪气的 你吓她一跳那天 你就不觉得 你姐和你认亲 另有目的 目的 那能有什么目的啊 她是我亲姐 再说了 我又没钱没能力的 她利用我干嘛呀 英素回来了 来 慢点 行李是放先生房间还是 放我房间就行 我是说 我刚从医院回来 还不习惯跟别人睡 我想自己一个人睡行吗 应苏 你这是怎么了 应苏 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是想一个人待会儿 没问题 正好大夫也说你需要静养 把她的行李放到她的房间就行 哎 你看我干什么 没什么 只是觉得很好奇 我本以为 你会趁这个机会 跟我同房的 你 你想着没 演员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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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多重要嗎 現在找人很難找的 那說明你找得不好啊 那要不然這樣吧 讓你媽來好了吧 自己親媽都放心 找我媽來幹嘛呀 我媽還要照顧霍芝呢 再說了 我媽要走誰看著霍芝 不是我就搞不明白 你幹嘛非得看著霍芝呢 實話跟你說吧 我讓我媽回去照顧她 就是為了給霍芝 親戚媽的機會 因為我知道她從小就缺少母愛 只要把媽留在她身邊 她肯定能踏實留在江江 行嘛行嘛行 我再給你找個回來啊 你給我站住 我前兩天上 你想的事 你想又怎麼樣了 還還在想 你想什麼呀你想 天天找房子找保母的 能不能幹點正事啊 你想好怎麼對付江村了嗎 我知道你最近情緒不太穩定 是因為墊給了江村 那你不能逼我犯法是吧 行你黃家文 我指望不上你 自己想來吧 累了一天啊 你快休息了 馬姊 馬姊 房間休息好了沒有 休息好了 好 好 爸 你晚上住這兒 我難得回來吃一頓團雲飯 我不住家裡我住哪兒啊 對對對 好好好 那我那我扶您上去 好 我為了不跟那個江村通房 我就把自己摔成了失憶 我失憶了 我現在還給通房 這沒道理啊 沒天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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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浩津 唉 唉 你拿我枕頭幹嘛呀 你搬去先生房間睡呀 他不是要過來嗎 嘖 先生讓你搬到他房間睡 唉 他不來這兒 好 我可不去 我 我知道了 我上去吧 那我過去了 嗯 唉 你不能睡在這兒 嗯 我一個人睡習慣了 旁邊有人我 我不踏實 好 我也一個人睡習慣了 你睡床上 旁邊我睡地上 那算了算了 我還是去客房睡吧 唉 你要是到客房睡 我也只能跟著你 一起到客房睡了 唉 行了 趕緊睡吧 你要是睡不著啊 床頭上有些雜誌 都是不過腦的 還有一些我們一起 旅遊的紀念品 可能會幫你想起什麼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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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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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这简直是得奖专一祸 怪不得我杰纯习惯他 天哪 先生您要喝点什么 啊 先生 你要喝點什麼 啊 那個 呃 熱 冰冰冰美食 對 美食 哦 三十 怎麼會這麼香呢 走了 來 嗯 你認識我嗎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先生 先生您錢包 先生您錢包 你認識我嗎 你好 這個是你的錢包嗎 是 謝謝 哎 你認識我嗎 你認識我對吧 不好意思啊 我之前的事情 有些記不得了 您是 呃 我算是你的同事吧 你看 正好我找你有些事 要不然咱們坐下來聊一聊 要不就在這兒說吧 嗯 行 那個其實也沒什麼事 我是你之前的經紀人 這是我名片 洪家文 哦 好的 我們回頭再聯繫啊 黃家文 你來找我嫂子 怎麼也不跟我打聲招呼啊 哦 她來找我是工作上的事情 但是我實在想不起來 她是誰了 沒事 現在記不起來 總有一天會想起來的 對吧 那 我先去忙了 嗯 怎麼樣 你覺得她是真的失憶了嗎 什麼意思 坦白地說 我根本不相信情署失憶了 所以我才把你叫過來 想看看她的反應 你覺得你想多了 她應該是真的失憶了 要不是我故意把錢包拉在裏面 她不會追出來 而且剛剛她臉上那表情啊 不像是裝出來的 你們男人怎麼這麼好騙呢 怎麼樣 要不要跟我聯手 聯手 江子 一直都說你不好相處 沒想到 做幾事來一點都不還辛苦 謝謝 謝謝 是這樣 我突然想起了我有點急事 就先回去了 你幫我跟博二說一聲啊 好 謝謝 給 聯手 一起插插她的真面目 為什麼 你給秦宿當妞做馬這麼多年 她說把你穿了就把你穿了 你心裡難道沒有不平衡嗎 不平衡能怎麼樣呢 她是你們江家太太 我能怎麼樣 所以你才要和我聯手啊 她這個江家太太的地位 要是坐不穩的話 說不定還能回去找你呢 沒關係 你慢慢想 想好了告訴我 我希望你能夠回到福利院 幫忙待客 好了好了 福利院長 專職恐怕 恐怕不行 因為最近手托上的事有點多 我也怕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 你和你姐姐相認之後 就跟我斷了聯繫 你過得怎麼樣 你不用擔心我 我過得挺好的 嗯 專職恐怕不行 那堅持你看行不行啊 每個星期我來兩到三次 看行嗎 那你不要太為難自己 每個週末 你來上一堂課怎樣 當然沒問題 孩子們的學習和生活太枯燥了 主要是啊 給他們增加點新鮮的東西 行就放心吧 那我先走了 福利院長 好 好 盧慧寶 失目一路 小醫生 我覺得我這個挺好的 我覺得這個比酒店的那個好 上面寫著富含 我覺得這個挺好的 這個是純天然的 而且還是盧慧的 秦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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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去找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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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東西在這兒放一下 一會兒來接賬啊 秦阿姨 秦阿姨 美女 我問你一個事兒 你認識剛才沒結帳的阿姨嗎 小雅 你怎麼可能在紅島的超市 看到我媽呢 人超市店員說了 秦阿姨在紅島縣城住了一段時間了 經常到超市買菜 說是來照顧女兒 老杰 我先不跟你說了啊 家裡來人了 喂 喂 秦阿 秦阿姨 你幹嘛呢 你幹嘛把我的朋友 關在外面啊 放著幹嘛 進來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是你朋友 你 你好 我叫秦英素 是博爾的嫂子 博爾之前很少帶朋友回來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來找她的 不好意思啊 行了 我們進去說吧 博爾 既然是你朋友 那您就好好招待她吧 我先上樓了 等一下 有事嗎 我們 是不是在哪兒見過 你應該記錯了 我們沒見過 博爾 你的朋友都是這麼搭訕的嗎 你看 你還看 我以為你到我們家來是找我道歉的 沒想到你一進門就調戲我嫂子 你什麼意思啊 陳臉生你怎麼這麼不老實啊 博爾你誤會了 我是來跟你道歉的 昨天是我不對 我不該不跟你說一聲 就跟你介紹男朋友 廢話 你以為一句兩句就完事了 我薑波爾不是什麼阿貓阿狗 你不喜歡我 俊賀這麼拋棄我沒門 是是是我知道了 我以後不會再做這樣的事情了 好嗎 說 怎麼認識我嫂子的 我 你背著我哥勾搭別的男的也就算了 現在你連我男朋友也都放不過 你男朋友 誰啊 你少點人給我裝傻 陳臉生你不知道啊 他早就跟我說了 你們倆早就有一腿 我們江家帶你步吧 我把情緒 你這麼做對得起我哥 對得起我們江家嗎 你這麼做對得起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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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做對得起我們江家嗎 你這麼做對得起我哥 你這麼做對得起我哥 你這麼做對得起我們江家嗎 這個 是陳臉生說的 廢話 那還能有誰 秦英素我勸你最好實相一點 趕緊去跟我哥坦白 說不定離婚的時候 我哥還能多給你分點贍養費 要不然我現在就去跟爸告狀 爸要是知道你做出這樣的事情 肯定把你掃的一出門 真的 你剛才叫我 叫我什麼 怎麼了 你還要讓我叫你嫂子 沒門 你刚刚说我跟那个 陈领生有一腿对吧 那这样吧 咱马上叫过来 当着你哥的面 咱当面对峙啊 我也想知道 我什么时候跟那个陈领生 有了这么一腿 你少嚣张 你以为我不敢啊 你当然敢了 只要能把倾诉扫离出门 有什么不敢的 不 我也真是不明白了 你说到底有什么梁子 你这么没完没了的 有意思吗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你哥跟我说了 你之前就冤枉我跟那个 黄佳文 现在又说我跟陈领生 你连你自己的男朋友 都可以当枪使啊 你真够大方的 不过也是 你这么多个男朋友 也不差这一个 行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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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算你过关了 你给我记住了 你给我记住了 我姜伯有一天 肯定把你的正面目揭开 好 怎麼了小致 有心事啊 院長 你說 如果你最親近的人騙你 那我怎麼辦 嗯 要我的話 我會先想一想 他是不是有什麼苦衷 苦衷 是啊 你都說是你最親近的人 要是沒有苦衷 他怎麼會欺騙你呢 也許吧 江太太 真的是你啊 江太太 真的是瘦了 前段時間聽說你出了意外 好多事情都想不起來了 你不是連我也想不起來了吧 您是 不過沒事 只要人沒事就行 看來真是摔得不輕啊 很多事情記不起來也就罷了 我是宋太太 我先生宋賢 和您老公江孫 是多年的生意夥伴 啊 宋太太 我聽江孫說寫過 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沒事的 洪院長 您是不是還不知道啊 兩年前 那個圖書館和那筆捐款 就是江太太發起的 捐款那天啊 她臨時有事情 這個功勞 就讓我給搶了 宋太太 您是說兩年前 我就給福利院捐過款 是啊 江太太 您真是心太善了 這兩年啊 一直捐款捐物 還從不出面 今天啊 你來到這兒 我就不搶你這個功勞了 汪院長 你可得好好謝謝江太太呀 不用了 這些都是我應該的 我今天還有事 我就先走了 有啊 有空一起喝茶啊 我知 封院長 我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如果你還把我當親人 你就告訴我 謝謝 江太太 這就是這次廣告 我們要用的鑽石項鍊 但是您特別喜歡 我們都猜呀 江先生拍完這支廣告之後 一定會買下來送給您的 我之前的工作 一直都是皇家文壇的嗎 沒錯呀 是這樣 我之前出了臉狀況 所以很多事情 記得不是很清楚了 這個我倒是也聽說了一些 這麼說 您是真的失憶了 不過這只是暫時的 醫生說過沒關係的 所以我不是故意拖延 不拍廣告的 理解理解 只要您還願意繼續拍攝就好 那是一定的 這是我的工作嗎 還是江太太好說話呀 說實話我都找了黃家文好幾次了 可是每次都被他擋在門外 那據你所知 我跟黃家文合作多久了 這個嘛 至少有七八年了吧 你們不是高中同學嗎 是嗎 嗯 我聽黃家文說過一次 而且 而且什麼 你說吧沒關係的 反正我信了什麼也不記得了 你多說一點 說不定對我恢復記憶 還有好處呢 這也是黃家文 有一次喝醉酒了 他自己說的 他說原來你們還好過一陣呢 還說他是你初戀 要不是江先生的出現 說不定你們早已經婚生孩子了呢 不過這也是黃家文自己說的 是真是假 我也不知道 媽 這是怎麼了 幫什麼 貨枝來了 什麼 貨枝來了 你先別急啊 讓我沉口氣慢慢跟你說 我剛才在外面 碰到超市送貨那個小姑娘了 她說你去買東西 讓送回來 你今天去超市了嗎 沒有啊 是霍枝 可不是嗎 除了她還能有誰啊 她肯定是找不著你 所以假扮你 就到超市去讓送貨 說不定啊 這會兒正跟著那個小姑娘呢 壞了 霍枝肯定是起疑心了 不然的話她應該先給你打電話 問你在哪兒 然後再來找你 就是 那 那現在怎麼辦 媽 你剛剛在外面看見她了嗎 這我倒沒看見 我還特意轉了好幾圈呢 這兒不能住了 這兒那麼小啊 說不定過一會兒就找什麼兒來了 媽 你趕緊去收拾東西 我打電話給黃家玩 我們趕緊搬走 行 好 你說你想找紅島中最貴的別墅 我們剛才呀 已經看了三個鐘的兩個了 剛才那一個 也是我們最後一個海景別墅了 您看 您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嗎 哦 沒有了 這個房子啊 貴是貴了點兒 但是呢 只要一出手 就會很好賣的 要不 我帶你再去看看 哎 清小姐 秦小姐 您訂的萬家公司車已經到了 秦小姐 萬萬家 秦阿姨沒告訴你啊 秦阿姨說車到了讓我通知她 我正好要去五號別墅呢 五號別墅 秦阿姨呀 您早跟我說呀 秦阿姨是我的租戶 這片的租戶都是我來管的 這樣吧 您買一套房 這樣我給您個大折扣 啊 不好意思 我先去搬家回頭聯繫您吧 就那兒 哦 謝謝啊 姐 哎 姐 姐 你這是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啊 你 你沒事吧 媽 怎麼了怎麼了 你 你來幹什麼 太子出事要怎麼辦 走 走快 主管住晚 趕緊叫救護車 音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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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什麼怎麼回事 你幹嘛來了 你為什麼要跟來 我女兒跟孩子 要是有個三長兩短 我跟你沒完 你等著 音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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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媽 對不起媽 你不要叫我媽 我不是你媽 音速要是有個三長兩短呢 我跟你沒完我 我 我是真的不知道 怎麼姐她懷孕了 我一直給她打電話 她也不接 對 我才到這兒來的 媽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你到底想知道什麼啊 音速在裡面躺著 跟她的孩子 現在死活都不知道 你說你這個人 到底有沒有心啊 你有沒有人性 你不好好在江江待著 你跑到這兒幹什麼 現在你人找到了 你到底想怎麼樣啊 我想怎麼樣 我也不想傷害誰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秦音速病人家屬 我是我 我是她媽媽 你好 秦音速生了 是一對雙胞胎 但是其中一個孩子 心臟有點問題 要轉到新生兒 ICU病房觀察 另外一個孩子 雖然體徵沒什麼問題 但是因為是早產 所以呢 要轉到兒科病房去觀察 你們趕快出一個人 去辦住院手續 不 那大人呢 大人怎麼樣了 產婦不是順產 失血過多 雖然脫離了生命危險 但是 但是什麼呀 可能以後 都不能再受用了 媽媽 慢點兒 沒事兒吧 糟糟 我就說這孩子不能要 快去 爺 姐 姐 你醒了 你别害怕 姜孙不知道我来 小植 姐 对不起你 姐 别这么说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不打招呼 就来找你 孩子怎么样啊 孩子挺好的 是双胞胎 男孩 姐 有一件事我想问你 这个孩子 是江村的 是江村的 你不相信 不是 你不是说吗 你这跟江村是分房税 是 具体这个原因很复杂 我一时半会儿 也跟你说不清楚 但是这孩子的确是江村的 那既然是江村的 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江村呢 因为 因为江家人不会让我生下这个孩子的 我不懂 你不懂 你不懂我不怪你 其实我一开始也想不清楚 你知道吗 那个叫安一秋的医生 就是上次你让我假扮去烤卖的那个 对 他就是江家的家庭医生 每个月都给我耗卖 给我开很多的保健品 说是想让我尽快 要换上江家的孩子 我一开始特别相信他 可是后来 后来我发现 他在我的保健药里 加了一种病云药 怎么会这样 是啊 所以我知道 如果我待在江家 一定生不下这个孩子 我也不知道 江家到底是谁不想让我怀孕 姐 你别难过 原来你在江家 过得这么苦啊 外人都觉得我光鲜 可是只有你知道我的苦 我有了他们 我就在保护他们呀 所以 我在江家生不下这个孩子 我 我只能这样 对不起了小致 姐 多怪我不好 我应该相信你的 你是我的姐姐 不管你做什么 都是有苦衷的 我要是 这样的话 孩子就不会 我的孩子怎么了 你看他不说 我的孩子好 好好的吗 你怎么又来了 妈 你 你别这么跟小致说话 都是他把你害成这样的 妈 我的孩子怎么了 喂 你能不能出去待会儿啊 我跟我女儿说会话 她是 你挵我 你都不是 système 他 你不要吵我 ais 让我来 雷 那你别吵他 没案 avez 都告诉应苏了 没事 医生说了 孩子能治好 放心吧 有我们的 我有事 家伦 说 这是不是我们的报应啊 说什么呀 就算是报应也是我没有好好 找你一个报应 知道了 你上位一对说闹的人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有多高兴 就算有我们一天天的幸福 却行 也是我们两个宝贝 我们一定可以 把他们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地养大 真的 你的那两个外甥 已经住进新生病房了 我还跟七专人打好了招呼 他会尽快安排专家会诊的 太好了 谢谢你啊 小雅 因为你在我就放心了 我也就看在孩子份上 要是你那个姐姐啊 我还真不想管 知道了 宋太太 这么巧啊 我是带我们家老二 过来做个检查 顺便我也做个检查 你呢 姜太太 我是来做个身体立心检查 这是我朋友 我是萧雅 是秦音素朋友 您好 不好意思啊 宋太太 我们还有点急事就先走了 改天约您喝茶 啊 嗯 你拉我出来干嘛 我还上班了我 你别跟他说那么多 万一姜总回去问你是谁 我怎么解释 秦音素难道还没有江孙 不认识的朋友了 瞧你这样挡着 我不是怕解释麻烦吗 对了 那个 你让我做的药物检测报告 出来了 给 我跟你说 你给我的保健品里面 的确还有避孕药的成分 而且还是最新型的那种 我劝你啊 趁早离开姜家 这姜家都什么人啊 真吓得去手 这是叫江家吴后啊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上班去了 怪不得姐姐要在外面生孩子 看来姐姐担心是对的 姐 这好好的手机 你怎么扔了 谁惹你生气了 你怎么来了 我买了点东西 来看看你 这以前都是我照顾你 现在 凡儿承你来看我了 姐 你看你也出月子了 该运动一下了 都有小肚子了 你说的是 我是该运动运动了 下一季的广告还没拍呢 不然这样的话 怎么见人呢 那 那咱们明天去体育馆 运动一下怎么样 那儿不像健身房 熟人多 而且环境也要好一些 也好啊 那就明天去运动运动 给 谢谢 心情不错啊 你这又是散步 又是陪玩的 你们夫妻两个人的 虐狗指数有点高了 我得躲你们远点 舍得被误伤 你 躲一间 玩得开心点 完事我来接你吧 拜拜 拜拜 喂 小致 我到了 行 咱们更一时见 怎么才来 赶紧换衣服 我在训练室等你 知道了 多舒服 是不是病了 没有 昨天晚上可能没休息好 我也没休息好 那我 我先去换衣服 喂 霍师 霍师 你约了姜村 你怎么刚刚说一声啊 你什么意思啊你 姐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觉得 姜村已经跟以前 不一样了 你应该多了解一下 给彼此一个机会 而且我相信 姜村一定是个好爸爸的 还有 之前克里斯 不是姜村的情人 我已经正式过了 不是 那你也得 跟我说一声 我相信不着该怎么办呢 衣服就在你的柜子里 要是在你的包里 姐 你可一定要 抓住这个机会 你别想太多 你看看孩子 你难道不希望 他早日康复吗 姐 姜村应该负起 当爸爸的责任啊 就这样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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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了吗 这箭哪有这么灰的呀 你以为你是在切西瓜 闷不闷 来 我给你摘了 喝鼓气 慢点 你看 出汗了 只顾顾顶着我干嘛呀 不认识了 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平时绝对说话没完 今天没生了 姜村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温柔了 怎么了 怎么哭了 没有 不舒服 不舒服 太好了 终于要回家了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没什么 我今天啊 路过药店的时候 给你买了个这个 怕你走路不方便 试试 这 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 我脚都快好了 又不上这个 好 那行 行 要不 我试试 忘记 还说你不需要这事 你还行啊 走着挺顺手的 还行吗 挺好 谢谢啊 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 是不是下午又偷跑出去 干了什么坏事 怕我说你 你胡说什么呀 我又不是博二 我怕你啊 那下午去哪儿了 我能去哪儿 我就随便走走啊 你看你这个脚都消肿了 促进血液循环 你这点医学城市都不懂啊 瞎呗 秦庸素 你是不是不想在江家混了你 我 我怎么了 你还反问我 鲁盛盛要借咱们家别墅拍广告 是你答应的 你凭什么答应啊 那是我跟爸小时候住的地方 那是我的嫁妆 你说啊 你有什么资格答应啊 我 是我答应的 怎么了 哥 你就算再袒护他 你应该有个限度吧 那是我的嫁妆 不管怎么样 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 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同意 喂 姐 你借博儿的别书拍广告 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江家人知道了 我本来说马上是江家的 只告诉你 既然你现在也知道了 我只能求你帮忙了 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拍广告 再说了 拍广告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既然这样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我已经没有钱付医药费了 我也不想找江家药 我现在脚又受伤了 也拍不了广告 只有你能帮我 不然的话 孩子的医药费就没着落了 不是没钱 你可以跟江村讲啊 江村是孩子的父亲 应该支付医药费啊 我说了 我还没有想好 什么时候回去 你就不能听我一次吗 可是博二不愿意 借别书给你拍广告 那你就去说服他呀 实在不行的话 就去找江村 你不是说江村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妈 你干嘛呀 喂 喂 看蓝姐是真着急了 可我 你好 你急了 别乱了 我不借给你别墅 你就缠着我哥去看秀 用两把刷子 你嫂子又怎么惹你了 说到这个事情我就来气 她以为她最近 跟我哥关系好 就能再江家为所欲为了 根本都不经我的同意 就把我爸给我的别墅 借去拍广告 幸亏我及时发现 一口给她回去了 拍不成才好 我还不愿意 让她出风头 拍广告 你嫂子是模特啊 小野魔一个 根本蹬不上台面的 嫁到我们江家之后呢 倒是拽了起来 要不是人看着她 是江太太的面子上 鲁生生能找她代言 说起来我倒挺好奇的 都说门当户对啊 你嫂子这种人 是怎么嫁进你们江家的 这个事我得好好的 跟你说一说 三年前的时候 我哥出了一场车祸 你不知道 秦苏这个狗屎运 是有多好 他恰巧救了我哥 我哥康复之后呢 就一心想着要找他 找到他之后还要娶他 最奇葩的是 我爸竟然也同意我哥 把秦苏娶进门 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样的事情 我当时都快要气死了 拦都拦不住 三年前 车祸 怎么了 没什么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跟看小说似的 你哥 在哪出的车祸 严重吗 好像是在 隧道的出口吧 在我哥刚回国不久的时候 当时还挺严重的呢 还上了新闻呢 好多辆车连环相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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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来 小姐 你后背流血了 你没事吧 小姐 小姐 如果真是那场车祸 那你到底是不是活着 你怎么给我打那么多电话 喂 伯儿 嗯 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 什么事啊 哦 是这样的 我有一阿姨啊 想买你们那区的别墅 但目前没有找到在售的 所以她想去你那栋 看看户型 不知道方不方便 方便呀 太方便了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她想什么时候来 就什么时候来 那 明天方便吗 我这阿姨啊 她有点急 你 她想去你那边看看 如果不行的话 她再换别的地方 明天好像是 琪英素要去拍广告 嗯 哎呀 不过没事 明天我带你们去 反正房子是我的 我看她敢说一个不字 谢谢伯儿 别客气了啊 不过陈林生 我觉得 你那句话说的 真的还挺对的 我把别墅借给 琪英素之后 我哥果然对我特别好 还给我买了 我最喜欢吃的冰激凌 这个冰激凌 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现在已经很难找了 他肯定找了 特别长时间 那就好了呀 我也希望你和你哥 能和平相处 你们毕竟是一家人嘛 哎 这就拍广告 我们去看看 不会影响他们吧 怎么会呢 特别要是不高兴的话 我就把他们都哄 你别忘了 这是我的房子 来了 肚子们 肚子们 来吧 来来来 这不是糊枝吗 我 哎 我 王阿姨 我先等等 现在还不能确认 来 就这儿啊 好 准备 来 来 来来 开始 来 开始 哎 好 漂亮 哎 开始 好 报个姿势 虽然长得很像 好 但我觉得这不是获之 来来 报个姿势 我从来没看见过 他这个样子 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 来 报了 吃报了 也许是呢 哎 帮他肯定弄一下 人总是会变的 好 开始 哎 哎 来 飞 好 再走 开开车 哎 好 这个人不是获之 获之背后有个大长疤 萧雅当时还替获之 去整形院咨询过 医生都说没办法解决 这个人 不是获之 来 来 来 我跟你说啊 我就猜就是这个 陈领生倒的鬼 我刚拍照的时候 就看他跟王远长 一直在那嘀嘀咕咕的 还好聪明 我就故意给他露背卡 怎么在这儿糊弄过去 吓死我了 幸亏你来得及时 我就猜你肯定有麻烦 所以依早就在这儿转悠 没想到你真有问题 那 那他们没有发现 什么不对劲吧 应该没有吧 我刚拍的时候 故意表现得深色了一点 而且拍完 立马就进来了 没给任何人 借出我的机会 这次总算是糊弄过去了 那就好 对不起啊 姐 我又差点给你一个麻烦 你也别这么说 姐 谢谢你 都是为了我跟孩子 不过陈领生啊 你一定得想个办法 这种事绝对不能再发生 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 放心吧 你看那个镜头 我肚子疼向上厕所 我进 快快 你叫人吗 不是啊 我不认识 我肚子疼快带我去厕所吧 去厕所 但那时候的表情 应该不是我的错觉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情宿在这儿教书呢 神神秘秘 你这到底在怀疑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在怀疑什么 希望我没白忙一场 不是 没见过这个样子 这不秦英宋吧这不 霍芝 这怎么回事啊 张总 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王院长 我想问一下 这是谁啊 他怎么叫霍芝呢 他曾经是我们这儿的 美术老师 四个月以前他已经离职了 你看我忙的 连照片也都忘了 给他换下来了 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他可能是我认识的人 我想见他 他离职以后 跟我们所有的人 都断了联系 这可能是与他 不愿意想起以前 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有关系吧 不愉快的事情 什么事情 对不起 这个呀 我不能告诉你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管发生了什么 他都是我见过 最有责任心 最爱这份工作的幼儿教师 这可能是与他 在福利院长大有关系吧 福利院 他在婴儿的时候 就被人扔到了福利院门口 所以说 他特别希望有一个 完整的家庭 他也特别喜欢小孩子 只可惜 以后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再见到他了 我去福利院 打听过了 获之确实是个不二 从小在这个方舟福利院长大 后来职高毕业 他就进了阳光幼儿园当老师 我又去了幼儿园 但是几个月前 他因为当职的时候 差一点弄丢了一孩子 被幼儿园解雇了 他弄丢了人家的孩子 没听是差一点啊 孩子没丢 但是孩子指认就是获之 带他离开的幼儿园 孩子他妈 非说他是人犯的 最后虽然没什么证据 但是获之 还是迫于压力 不得不离开幼儿园 然后就没什么消息了 其实我也不明白了 你说你怎么对这个获之 是这么伤心 就算他长得特别像秦英素 但是从目前这情况来看 他们俩肯定不是一个人 难不成 你有收集屁 想把长得像秦英素的女人 全都收集起来 要不是你在开车 我一定一久就把你踢下去 你信吗 幸亏我在开车 我也不知道 我想查出什么结果 可自从秦英素失忆以后 很多事情都非常不一样 你也包括你自己吧 来 这个给你 别着急 过来 过来 这边这边 给 来 这个给你 对一下 谢谢 今天画得这么错啊 姜先生 你怎么来了 姜太太呢 我自己还来 我们本来约好了 要来福利院看孩子的 他说他忙 没想到安排您来了 看来您跟孩子们都很熟啊 我对这儿也不是太熟悉 我给你介绍一个 熟悉的人认识吧 他是这儿的义工 以前也是在这儿长大的 现在学成归来 准备为这儿出份令 稍等啊 好 小王 过来一下 过过来的 您好 您好 这位是江村先生 您好 这样 你带姜总转一下这儿 行 好 姜总 我先去陪孩子了 你们先转一下 好 你俩先逛着啊 姜总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谢谢 这边请 听说你们福利院 原来有个叫 护知的人 是吗 有啊 你们认识 我们不认识 一个朋友认识 想请他到家里当家教 原来他不是 幼儿园的教师吗 后来突然联系不上他了 他还听说 他出了点事情 你们别听行为乱说 小智姐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他一直很照顾我们的 就算是他后来 独立搬出了福利院 但是他经常回来 看这里的孩子的 我相信他绝对不是那样 伤害小孩子的人 你先别着急 我们也相信他不是这种人 所以我们想联系他 你有他的亲人的 联系方式吗 我十年前被人领养之后 就出国了 我最近也是刚回来 这情况我不是太了解 对了 我刚想起来 我刚回来那几天 有一天冯院长 突然特别开心地跟我说 说小智姐原来有一个姐姐 已经找到福利院了 你能联系到她吗 这个冯院长没有说 其实小智姐 她一直特别希望 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没有亲人 所以冯院长 当时特别开心 她就说 说小智姐 再也不用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还说终于有人可以照顾她了 这样 这是我的名片 有什么事情呢 你及时跟我联系 好好好 谢谢 好 谢谢啊 好 按照小黄说的 秦英素应该一早就找到了获知 说不定还跟她相认 获知在这儿长大 而秦英素瞒着我在这儿做了两个月的义工 这绝对不是巧合 这秦英素藏得够深的 可她为什么要瞒着你呢 也许啊 咱们现在都猜错了 万一这些 这这这都不可能呢 对不对 你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 还是侮辱我的智商 我说的是万一的 小黄啊 张总 我刚才又去了 服务院长办公室一趟 我找到这个电话 可能是小智姐的 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啊 谢谢 您客气 其实我也特别希望 能尽快找到小智姐 她现在应该很难受吧 如果找到她的话 我们会照顾好 那我先走了 江总 谢谢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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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没有万一了 看来她真的是 藏了一个双胞胎姐妹 我先走了 我不管你约了谁 我有点不舒服 我要先回去了 哎 回家有什么好的 回来家总是有人盯着 要知道 我两个已经很久没有 过我二十时间了 你到底在搞什麼 什麼 我搞什麼 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要走了 你到底要幹什麼 這話應該要我問你 難道你忘了 這穿著性感的內衣 三番四次地敲開我的房門 難道你不記得了 我當然不記得了 我失憶了 沒關係 我們是夫妻嗎 不記得沒關係 這都很重要 什麼意思 你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都是在求著我的 以前是以前 我跟你說了 我還沒有做好 當情侶組的準備 你不能勉強我 你不是一直想給江家 生個孩子嗎 你不是還去醫院 檢查自己的身體嗎 現在我成全你了 你不願意了 秦英素不是這樣嗎 我輸了 這是個誤會 你先去看朋友 我才不要給你生孩子 不會了 老大 你會先去世 放一塊酒 你會來 你會來 睡醒 你會來 我來了 你會去睡醒 你會去睡醒 我當初 硬素 你怎么来了 安阿姨 什么时候来的呀 我 我昨天晚上来的 昨天晚上就来了 嗯 那你是跟博儿 又吵架了吧 没有 跟江村吵了 也不是 嗯 主要是我觉得有点闷 正好来陪陪爸 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嗯 江太太 屋里煮的什么呀 你俩开锅了 哦 知道了 阿姨 那我先进去了 好 爸爸 你看这两个孩子 多可爱呀 哎呀 小嘴 小宝贝啊 就是可爱 你说啊 能不能请你朋友呢 过两天吧 把这种搜摩胎给抱过来 让我看看 行吗 现在还不行 嗯 因为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 心脏就有点问题 现在还在医院里呢 哎呀 我的 这么可怜啊 是啊 而且医药费特别地贵 我朋友都快筹坏了 那既然是朋友 那能力所及 你就帮一把啊 那也算是条性命啊 啊 放心吧 爸 我知道了 哦 那 吃你久了 哎呀 待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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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爸 要不你先追究吧 没有 我再看一会儿嘛 你看 哎 你 你还别说呢啊 你看这这双胞胎 这这眉眼之间 我 看了就觉得眼熟 那个 是不是有点像江村小时候 啊 你那么一说 还真有点像啊 是吧 是 我看看谁家的孩子啊 你看 哎 我朋友家的 可爱吧 哎 那你们先针灸吧 我回头再给你看吧 哎 哎 别走嘛 待 待 待会儿这 我给你看 急什么呢 你不按时吃药怎么好啊 你坐了 哎 怎么不敲门呢 不好意思啊 我是来给你送双汤糕的 不用了 我都好了 没事 我放在这儿 不用了 我放这儿了 他应该没看见我的伤疤吧 嗯 嗯 张医生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雁芳 用微信受伤的女孩 现在那儿 她很有危险吗 哦 她后背受了重伤 但是她现在已经出院了 嗯 她还说 她不想要出现什么的 所以她没留下幸福 告诉江先生江太太 我来了吗 说了 他们马上就下来 阿姨来了 赶紧准备饭 阿姨 吃完饭再走 啊 不必了 我来就是想把话说清楚 要不然我心里觉得委屈 阿姨 怎么了 这个 是江老爷子的药 江太太在疗养院 说我给老爷子 吃了成分不明的药 还要拿去化验 我临走的时候 发现药品还在 特意给你们送来了 阿姨你想多了 您做了我们家二十多年的抢心医生 我们怎么会不相信您呢 既然拿来了 那就化验一下吧 我看谁敢 那 齐英素 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 都敢送你到阿姨头上了 药品上没有标签 爸在疗养院 不止一次出了意外 阿姨都说这是小事情 可我觉得没这么简单 难道你不想知道 爸的病情吗 那好 我来告诉你 你爸病情加重 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 你别血口喷人 是你给老爷子 看孩子的照片 让老爷子误会江村 在外面有私生子 所以他才晕倒的 你这么刺激老爷子 到底安得什么心呢 私生子 什么私生子啊 问他吧 就在他手机里 什么意思啊 什么私生子 乱七八糟 说清楚 你把手机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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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要看看 我哥有什么私生子 麻烦你把手机打开 打开啊 出发了 其实我就是从网上下载的照片 想哄爸爸开心 没想到他给误会了 真的是一个误会 你以为一句误会 就能解释清楚了吗 秦庸素你想孩子 你的小瘋了吧你 别插了 因为我把这个 听话本吵吵了你 江家 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后来不许乱七八糟 还有你 你少说话 我走 哎呀 这个新因素啊 最近老给你爸 看那双胞胎的照片 弄得你爸 只要一看见你哥 就会说生孩子的事 不知道的 还以为那双胞胎 是你哥的私生子呢 就你这样的人 还想要孩子 你不配 小瘋 秦因素 不会真的怀孕了吧 不可能啊 他一直吃我给他开的药 他怎么可能怀孕呢 这事也说不准 因为我之前 听马杰提过一嘴 好像是在垃圾箱里面 看见了秦因素扔的药 当时他以为是不小心掉的 如果说秦因素没有吃你给他开的那些药的话 他还原就太有可能了 秦因素你那么精明吗 他比我们想象的精明多了 再说 他知道咱们两个人关系好 就算他不知道这个药有问题 提防了我 他也不会吃的 而且之前 我听见他跟我哥吵架 一直在提孩子的事情 难怪他平白无辜的 老往疗养愿不好 他明明是老给你爸 看双胞胎的照片 一定是他怀孕了 可能是我哥不想要这个孩子 所以急速去找我爸 让我爸帮他 阿姨怎么来了 刚才啊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正好在安大夫中医诊所 做针灸呢 安大夫听说咱俩要见面 说有证事要找你 这不就一起来了吗 阿姨 阿姨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安大夫 坐 我刚才听宋太太说 你在这儿我就跟来了 不妨碍你们聊天吧 不妨碍啊 坐吧 好 安大夫啊 对你可关心了 说要好好帮你调理调理 我俩正说这事呢 你这电话就打来了 你说巧不巧 其实啊 是你爸 让我给你好好卖调理调理 老爷子急着抱孙子呢 难怪我会在秦岛医院 碰到姜太太检查身体 原来早有打算 为了怀孕做准备呀 那安大夫 你给姜太太调理调理 好 来吧 我来先给你把把脉 来 没事 挺好的 你这身体三年抱两个 都没问题 那谢谢安阿姨了 不客气 那你们就聊吧 我就先走了 行 谢谢安大夫啊 跑到医院干嘛来了 还换了身衣服 喂 老刘 我是安一秋啊 你方便吗 我就在你们单位呢 方便的话我去看看你 好 来 一秋啊 你说 一晃就二十年过去了 哎 前一年老同事的儿子 结婚的时候 我见过你 我还真没想到 你能给我打电话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能有什么事啊 路过 我呀 还是喜欢原来的你 说话直来直去 从来不把边磨讲 好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说啊 看义 这个人有印象吗 有人说 他在你们医院看病 实话告诉你吧 你哥有私生子了 而且是双胞胎 什麼 私生子 對 不可能 我在醫院看見秦英素了 我托老同事打聽千真萬確 秦英素現在就在醫院照顧孩子 而且她自稱是孩子的媽媽 這秦英素什麼時候懷孕的 不可能肯定是弄錯了 這孩子當然不可能是秦英素的 他這麼上心 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孩子是你哥的私生子 就是不知道秦英素用了什麼辦法 讓你哥拋棄了那個女人 他把孩子抱回家自己養著 秦英素是不是瘋了 他才沒瘋呢 他清醒得很 這兩年他一直在吃 我給他開的避孕藥 所以遲遲懷不上孩子 但他清楚得很 在江家沒有孩子就沒有地位 所以他寧可抱著別人的孩子 鞏固他現在的位置 到時候他把孩子 往你爸面前一抱 就說是他和江村的 以你爸現在的身體狀況 他能不相信嗎 到時候這兩個孩子 可就是江氏的合法繼承人了 就算是衝著孫子的份上 你爸也會把公司 交給江村的 可是就算秦英素想這麼做 我哥也不能同意啊 為什麼不同意啊 你以為你哥這麼多年 對你爸顏天奇從事為什麼呀 不就是為了江村的家產嗎 現在你哥擺明了 跟秦英素一條心 你爸有個三長兩短 到時候被掃地出門的就是你 不會的 我哥絕對不會這麼對我的 我相信他的人品 我到底說你什麼好啊 我的傻孩子 人是會變的 就算你哥小的時候疼你 可是現在他有秦英素 有他的孩子 人家才是一家人 你本來跟他就沒有血緣關係 到時候秦英素一挑唆 你哭都來不及 對 外面風這麼大 你怎麼又跑出來了 保姆呢 我還在這根兒走 用不著讓人看見 您知道我們是為了您好 上次那個事情委屈你了 那你也是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事啊 我知道 那個秦英素 應該沒給你好臉色看吧 我不會跟他們計較的 這幾天我仔細想了想 那以後孩子們的事情 你就別管了 什麼意思 那我江家做了三十年的家庭醫師 也累了 就到我為止吧 那江春我會告訴他 以後江家的事業 他來掌管 我就不過問了 你是在通知我 我失業了是嗎 怎麼會呢 你還有診所啊 正說 我也會留一筆錢給你 你明知道我要的 根本就不是錢 你知道 我能給你的也只有這個 還有事嗎 你讓我去辦的事我已經辦好了 真的要去驗DNA嗎 有些事 終究是要做人 你想好了嗎 畢竟這麼多年過去了 沒多少清新日子了 離死之前啊 我一定要知道真相 好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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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姐夫哥 妈 其实有件事 我想跟你说 我之前一直都骗你 其实获芝 获芝就是我妹妹殷华 是吗 我也是霸凌中间 才告诉我的 她说妹妹没死 被她送到了福利院 她一直不敢告诉你 就是怕你去找她 所以才骗你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你为什么还要骗我呢 妈 你想啊 爸这么做也是对的 当年要不是爸爸 把妹妹送到了福利院 以咱家当时的条件 妹妹留在家里也是死无一条啊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妹妹病也好了 咱们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 我就说 怎么能又长得这么像呢 那你之前干吗要骗我 那是因为获芝啊 我刚见到她的时候 她特别地恨你的妈 所以我就没敢说 我能不恨吗 能不恨吗 是我跟你爸对不起她呀 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她已经不恨你了 所以我就把事情的真相 我赶紧告诉你了 你干嘛呀 妈 我得去找英华去 你去找她干嘛呀 你们俩一见面一激动 叫姜家人看见怎么办呀 你听我妈妈说啊 我都计划好了 只要我一回姜家 就把妹妹送出国 咱们好好地补偿她 这 这 我们这一家子刚刚团聚 你怎么就要把她送出国呢 妈 你得为妹妹着想啊 你想 她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 没学历 没背景 她以后怎么办呀 我当时是家里条件不行 所以我才早早地出去挣钱 现在只要我回到姜家 我就会有能力 让妹妹过上好的日子 再说了 妹妹的梦想就是出国流血 咱们再帮她呀 是你好好补偿她 但是我现在就是担心 她跟你一样 一想到一家团聚 就不想出国了 可是妈 咱们是为她好 为了她的前途着想 你可得好好劝劝她 妈 我又婚了 嗯 婚多久 没多久 不过都吓死我了 刚才那一阵下去 要是再不行的话 我就要叫救护车了 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 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 其实你心里早就知道 江村不是你亲生的 现在只不过是 证实了你心里的想法而已 刚才那个王律师 白子电话了 顺便问了一下 您的身体状况 我身体好的还 用不着急地宣布一说 人家只是问候一下 不过她听说了 你的身体状况 给了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 现在江市内部传言呢 现在江市内部传言呢 说您身体美矿欲下 很多人 都已经向江村靠拢了 这两年正好又是江村在打理公司 所以王律师提议 您干脆 就把公司董事长的位置 让给江村算了 你干脆 这样呢 江村也名正言顺 公司也更好打理 我还没死 好了 别生气好不好 别生气啊 人家王律师也不知道 江村 他不是江家的人 对不对 反正在外人眼里 您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公司迟早都是他的 谁说我一定要把江市 交给江村的 谁规定的 谁规定的 别生气啊 我 我还有 我还有博尔的 打电话 叫王律师过来 去啊 好 我这就去啊 安医生 药来了 你赶紧照顾老爷子 把药喝了啊 这是你欠我的 江建国 江家的一切 都只能是不二的 jdng 妈 盈浩 盈浩 妈 盈浩 妈 盈华 我的孩子 盈华 盈华 妈对不起你 妈不该抛弃你 可是盈华你不知道 当时你一生下来 医生就说你有严重的心脏病 妈那会儿真是害怕了 但凡要是有一点点办法 妈也不会抛弃你的 你跟盈华 都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了 可是那会儿 妈实在是没本事 没本事赚钱 去给你治病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变得越来越严重 后来 你妈就把你带去了医院 然后就再也没把你带回来 只是那个时候 妈不是没有怀疑我 妈就想了 就算是你死了 妈也得见你最后一面吧 可是那会儿妈 连之外移植你爸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我实在是太累了 我知道你爸也太累了 我们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丁华 妈不配做你的妈 妈对不起你 妈 妈 你别这么说 其实我以前也想过 你们为什么要抛弃我 我到底胆不好 我特别是看到姐姐的时候 我特别恨你们 我就想你们 为什么留下大炮进我 可是 可是我后来看到你跟我姐 过得也那么辛苦 我就能体会到 你跟妈当时真的很不容易 我就不恨你们了 妈 我都不恨你们了 宁华 我的好 你说 我那和他妈要对你这么凶 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 我怎么就没把你认出来 妈 我现在不仅有了姐姐 我还有了妈妈 妈 妈妈 妈妈别哭了 陆香仁 就是一件高兴的事 妈不哭了 妈 妈不哭了 你 永华 妈想 你从小受了这么多的苦 这次又给英苏 帮了这么大的忙 妈就觉得太亏欠你了 我就想着 怎么样才能补偿你 所以 妈就跟英苏商量了 我们俩打算 等你一离开江家 就送你出国留学 好吗 出国留学 妈 我觉得我留在这儿还挺好的 你不用担心 我离开江家以后 我可以去福利院教书 我都说好了 英华 这怎么行呢 妈 妈就期望 你能到国外 好好地念书 然后找一个好人家嫁了 这样妈就安心了 妈 这事有点突然 你能不能让我好好想一想 也行 也行 爸 你 你 李四伯 你还有脸来呀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通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 你放手 走 孩子怎么样了 民宿 是我不对 在你跟孩子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有守在你们身边 对不起 你根本就是怕我跟孩子拖累你吧 你现在还有脸来找我 对 是我不对 对不起 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 孩子是我的我一定会负责的 我把我的车子房子 还有所有的股票都卖了 这是我所有的钱 你先拿着 咱们先把孩子的病治好了行吗 我跟孩子都不需要了 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孩子出什么事了 你给我闭嘴 孩子是我倾诉一个人的 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还有 我马上就要回去做回江太太了 我要风风光光的回江太太了 决定座你是不是疯了 江村不可能接受孩子的 跟你没关系 还有我要告诉你 拜我的好妹妹所赐 江村现在跟秦宇素的感情 好得不得了 所以说不定我回去几天 就可以找个机会 把孩子也带回去 然后我们一家四口 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而你 从现在开始 永远地在我面前消失 你说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和孩子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你的报应 你说 你说我求求你了 算我求求你好了 这些是我不对 是我对不起你 以后我会当牛座把 还给你的好吗 这样跟你说吧 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跟你在一起 你不过就是个备胎 我现在 我连备胎都不需要了 你懂吗 所以不要再纠缠我 如果真把我惹急了 我知道你这辈子 都见不到你儿子 你懂吗 秦宇素你会后悔的 一定会后悔的 我到了 行 我上去 王嘉文 漾总 蜘蛾 你来这儿干什么 跟你没关系 我姐到处找你 你去哪儿了 她找我 她应该巴不得这位 再也別看見我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你在這兒幹什麼呀 你不會來找江村吧 你找江村有什麼事 怎麼了 怕了 黃家文 你到底想幹什麼 你讓他對我一起 還不死心嗎 要破壞他 跟江村的感情 你在紅燈 你是怎麼答應我的 你說你會以一個 好朋友的身份 在我姐身邊 一直幫助他 照顧他 郭志 你到底了解 情因素 你知道他的過去 是怎麼樣嗎 現在只有你一個人 還這麼相信他 說得嚴重點 你就是他的幫兄弟 我不許你這麼說我姐 你信不信無所謂 重點是江村到底行事 你見到江村了 你跟他說什麼了 我什麼也沒說 我就是給了他 一封快遞 泥也好 江村也好 只有看了這封快遞以後 才能知道情因素 到底是什麼 現在這個時間 他應該已經拿到了吧 關手機回來 進 這兒有一份你的快遞 看看 給我的 給我的 謝謝 幫我把咖啡去場 好 我在那兒 打開 我看 在過 我 散碑 你确定那孩子不是你的 我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吗 怪不得秦英素 让霍之顶替才来到江甲 原来是偷偷生孩子去 这也太过分了 我还一厢情愿地帮着霍之 帮他解释 我相信他 我一直以为他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然后被秦英素所利用 我没想到他一开始就串通了来骗我 所以你现在这么生气 是因为秦英素跟别人生了孩子 还是因为霍之欺骗了 什么都别说了 我现在想知道你接下来怎么办 这件事情要让老爷子知道 不能为他知道 爸身体不好 他很在意江家的颜面 我怕他身体挺不住 可你如果不让他知道 你要想跟秦英素离婚 那根本不可能了 确实怪我了 我怎么可能相信秦英素就是霍之呢 他怎么可能是当年救我的那个人呢 他 他怎么可能是呢 你也别太自责了 谁能想到 这秦英素 霍之 他们两个是双胞胎 就怪你 你当初 就认定秦英素 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你还非得玩浪漫 死活不肯说出 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你当初要是说出来 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 我觉得这都是命 是我造成了这种 进退两难的地步 可是 当年霍之的那张脸 深深地印在我的脑袭 我 我真的做不到就忽视 秦英素那张 几乎一模一样的脸 可是每次当我想去接近他 我想去跟他好好相处 去了解他 我都越来越失望 行了 你也别太自责了 咱们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你刚刚说 这孩子不是你 到底是谁的 那他 到底是谁的 我好像知道这孩子 应该是谁的了 黄先生 请坐 是 有喝点什么吗 不用了 谢谢 你肯把那些东西寄给我 就应该知道 我会找你 但是 你怎么知道是我寄的呢 能寄那些东西的 一定是 情因素身边的人 情因素没有朋友 跟我结婚以后 都刚是跟之前断了联系 除了你 那你知道 情因素的孩子的爹是谁吗 就是我黄家文 这一件事 我可是扎扎实实地 给你戴了顶绿帽子 这一点我确实小看了你 可那又代表什么呢 你把那东西寄给我 还不是因为情因素 即便给你生了孩子 他还是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所以你想要报复 你想拆穿他 我忍受不了情素的那种爱不许用 但是我无法避免 我们两个已经结婚的事实 所以我认为 把他留在我的身边 把他留在江家 是对你最大的惩罚 当然 也包括你的孩子 江苏尔 你不能成了错 黄先生 每一个男人都要为他自己 做过的事情负责 你也一样 算我求你 算我求求你 你的钱我一分也不想要 我求你跟他离婚 把他赶出江家 只要他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退路 他就会回到我身边的 不过黄先生 你有英俊的外表 美好的年华 人生还长 做出一份事业吧 我问你一句话 如果你回答我 或许我可以考虑你的诉求 你怎么发生了 你怎么回事业 或许我 你 算是自己的 你怎么回事业 你怎么给你活的 那你怎么回事业 不想像我 以后啊 不要再用这种小计量 今天我没见过你 也不知道快递里面的内容 以后再见到情形素 或者获知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还有这个 你收好 足够补偿你的损失了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 你又回到姜村身边啊 算你聪明 我只是随便卖了一套首饰 但是就换了这么多钱 所以你以后不用再操心 孩子的医药费 因为跟你已经没关系了 情形素 你知道我从来要的 就不是钱 你也知道我能给你的 也只有这个 黄家文 我看在你这孩子 父亲的份上 我才对你这么客气 你知道 我可以随时让你消失的 你是准备用对付 姜村的方法来推付我吗 是吧 那姜村知道你是怎么对待的吗 黄家文 你说咱俩这是何必呢 你 你跟他说了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俩只会两败俱伤啊 现在多好啊 你也有钱了 我也可以做回姜太太 我只要你帮我隐藏这个秘密 我答应你 我每年都让你见一次孩子 秦苏你放弃吧 姜村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知道 可我也没你想的那么蠢 姜村如果还是以前的那个他 我或许不会这么选 但是他变了 他已经爱上了秦苏 他爱上的是假扮秦苏的霍芝 那也是秦苏 我都计划好了 叫霍芝走 而且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 秦苏你是不是疯了呀 他是你亲妹妹 你连自己亲妹妹 你都要算计 如果是霍芝知道 你怎么对他的 我对他已经人之意尽了 是我 是我秦苏 把他从福利院带出来的 而且我让他过了半年 姜太太的好日子了 不然的话 他这辈子都别想过这样的日子 你懂吗 我告诉你 没人能破坏我跟姜村的感情 获知不信 你也不信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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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比我能不来吗 老婆也给我打电话 他也给我打电话了 爸现在怎么样了 他也给我打电话了 静女再说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谁让你告诉他们的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马上收拾东西给我走人 我走走 江村 我走 我是怕耽误你工作 话没说完呢 他不能接我 你走 你凭什么开除啊 阿姨 我告诉你 任何事情都可以这样 唯独爸生病了 你瞒着我 我绝不能来人 实话告诉你 要不是上次 爸出来帮你说话 我早就这么干了 现在爸断断续续 已经昏迷三天了 你还不跟我们说 你想干什么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爸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要不要送去医院啊 转嫁正在来的路上 房秘书去接了 应该快到了 哥 哥 你什么意思啊 安阿姨是爸请回来的 你有什么资格开除他 爸已经昏迷三天了 我现在是江家的 一家之主 出了什么事 我自己去跟爸交代 可是 吴儿 江村 我必须要等你爸醒过来 他听说 吴儿银苏 我们都别再演戏了行吗 之前我讨好你 是为了安慰我哥 不嫌我哥因为我们 半嘴的事情而心烦 但现在我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了 姜伯儿 现在根本就不是我们 解决个人恩怨的时候 爸现在病得那么重 我们应该齐心协力 把爸的病治好 讓他恢復健康 你還演戲 直截了當地說了吧 準備什麼時候 把孩子帶回江家 孩子 你以為這樣 就能瞞得過我啊 我知道 我哥在外面 有兩個孩子 你們打算 把他帶回江家 你以為這樣 能騙得了我嗎 既然你已經知道了 我也不想再隱瞞 孩子是江家的 我當然要帶回 江家來養 秦英素你腦子進水了吧 孩子是我哥的 不是你的 孩子當然是我秦英素的 你以為把我哥 在外面的私生子 帶回江家 你就能當江家的 女主人了是嗎 我一定會找到 孩子的親生母親 到時候收拾東西 走人的可是你 怎麼了 害怕了 你也應該害怕了吧 你還不如趁現在 趕緊提出離婚 善養費的問題 你隨便開口 我江伯爾 還能為你說好話呢 江伯爾 你夠了 孩子是江村跟秦宿的 如果你還聽不懂的話 我真覺得 你智商有問題 你胡說 我天天都跟你在一起 你懷孕我能不知道嗎 孩子是我的 你還要 剛才就聽你們倆的 吵吵鬧鬧 你的疑問等爸醒了之後 我會告訴你 哥 先走吧 你怎麼知道孩子的事情 該知道我自然會知道 我只是沒想到 你居然有這種自信 敢把孩子帶回江家 你的孩子 我當然要帶回江家呀 再說了 就算我把他放在外面 爸也不會答應的 秦英素 你怎麼這麼不要臉 你怎麼證明 那個孩子就是我的 江村你還是不是個男人 連自己的孩子都不敢認 好 你要是不相信的話 我們就做親子鑑定 真是不怕死 怕死我就不會進江家的門 先生 太太 老牛就醒了 江村 你爸現在不能受刺激 孩子的事最好不要說 阿姨 爸這麼重的病 你都瞞著我們 其他的事你也別管了 你怎麼會這樣 醒了 醒了 怎麼樣 你剛才在外面吵什麼吵啊 啊 雞里鼓鼓鼓的 江村擔心您的病 怪我隱瞞了病情 也怪我這件事情沒處理好 現在 江村把我開除了 爸 我覺得 阿姨已經不受了 做您的死人醫生了 我想與您找個好事 不用了不用 爸 這麼多年我習慣了 我早說過 爸是離不開安阿姨的 既然他們已經知道了 孩子的事情 那我就索性明說了吧 爸 其實還有一件事 我跟江村一直瞞著你 我今天要說 爸現在才裝醒 不適合說這件 我今天一定要說 說 我跟江村有孩子了 我讓你把我送回媽家裡 再說一次 我跟江村有孩子了 我跟江村有孩子了 你還要說 我跟江村有孩子了 停着干嘛呀 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面前 再演戏了 我知道你很生气 我一直瞒着你 在外头生了孩子 你有什么怒气 就冲我来吧 反正我自从失忆以来 在家家也没什么自尊可言 你妈妈就骂吧 反正你要对这个孩子负责 你妈就骂吧 你妈妈 你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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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给我解释的事情 不只是一件两件 不只是一件两件 你也要给我解释的事情 你又慢慢跟我商量吧 我知道你這心裡頭火大了 你 你看看你 你都給我扎成什麼樣了都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 明明知道那兩個孩子 不是你的 你之前讓我去給點醫藥費 也就算了 現在還要把這孩子 帶回江家 來來來 你告訴我你到底是怎麼想的 不管怎麼說 不管怎麼說 孩子是我孤兒的人 但是我不想念你霍智 整件事情霍智一直被蒙在鼓裡 他一直覺得那個孩子就是你的 而秦因素就是一個受害者 所以他才會答應 假扮秦因素進入江家 這兩個人相差那麼大 有時候我也不相信 他們居然會是清潔的 其實霍智也是無辜的 其實霍智也是無辜的 浩德安娜為了親情 放下了自己的人生 捲進了我跟秦祖之間的戰鬥來 原來 你是為了霍智 你就是想讓這個霍智 全身而退吧 可是你想過你自己沒有 管理你輪到他 玉純 我要去 你也要去 你 zuk 妳也要出去啊 我要回江家 你 你回江家幹什麼 既然事情已經拆穿 多也不是辦法 我只有一天我可以走 哎呦 英素 你可別再做傻事了 我現在很清醒 無論如何 我都不會跟江村離婚的 我永遠躲著江泰的 我累了我想休息了 你是清英素 不然我能是誰啊 終於趕回來面對我了 怎麼不準備躲在 霍芷的身後了 一直在霍芷 我以為你這輩子 不能回來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也沒有什麼看見 對 是我 是我讓霍芷體 替我留在江家 而我 出去給我戴了一個帽子 你出軌 帶回來的還是雙子 又不是因為你對我不好 我為什麼會這麼做 江泰你一個 知道吧 我愛你 我愛的人只有你 你愛的是江泰太的頭寫男 你當初拋棄了黃大文嫁給我 所以應該已經選擇了 今天的生活了 什麼 當初是你追我的 是你一直要娶我的 我瞎了 所以我也要為我的選擇 付出代見 哥幾個 慢點喝 破枝 老闆 這是你男朋友啊 不是 我姐夫 真的 你還有個姐姐呢 這麼多年來 一直以為你是孤兒呢 那咱得慶祝 今晚上我給你們加菜 不用那麼客氣了 沒事 吃吃啊 謝謝 你 盯著我看什麼 不認識了 你什麼時候知道 我不是姐姐的 說不清楚 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獲之 不是潛營素 我不知道該高興 還是不高興 我知道你肯定會很生氣 換作是我我也會的 可是 可是姐姐真的不想騙你 她也有自己的苦衷 我也不知道你們之間 發生過什麼 但姐姐好像真的很不信任你 那你呢 我 你認為我是你姐姐 說的那種人嗎 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你不是好人 對姐姐很差 可是後來 鄉村 我覺得你是一個好人 我覺得你是一個好人 也會是一個 好丈夫 好爸爸 你一定要讓姐姐 還有孩子幸福 來 來 我敬你 謝謝你原諒姐姐 你只在乎我是不是 原諒了你姐姐 沒有問我是不是 原諒了你爸 其實 其實我對你們來說 就是跟外人 就算你不原諒我 就算了 只要你對姐姐好 你怎麼就不肯想想你自己呢 你的婚姻 你的人生 你今後想要的生活 為什麼不想呢 為什麼 我找我 我找我自己的家人 我長了二十年 我現在終於找到了 我還能生我什麼呢 你知道嗎 福利院的很多孩子 一輩子都不知道 自己的父母是誰 更別說見上一面了 所以我覺得我已經很幸運了 還有 還有 自從我到現在以來 雖然是代替姐姐的位子 留在家家 但是 而且我覺得你 還有爸對我特別好 我覺得特別特別感激 讓我有了家的溫暖 我覺得有這些就夠了 我覺得有這些就夠了 你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江村怎麼可能接受了這個孩子 還給他半碼一 我就知道這個孩子不是我哥的 這件事情裡面 肯定有你一份 秦英素身邊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 說吧 孩子是誰的 秦英素從哪兒弄的這兩個孩子 你笑什麼 我當你都知道了呢 還有什麼我不知道的嗎 你不知道的 有啊 比如說 這孩子是我的 不 這 這孩子是你跟秦英素的 這 這肯定不可能啊 秦英素天在江家 他哪有時間跟你生孩子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只說這孩子是我的 我可沒說這孩子是秦英素的 你的意思是說 你背著秦英素 跟別的女人生的孩子 怎麼了 這事很奇怪嗎 秦英素說這孩子是我哥的 我哥也就信了 那就是秦英素跟你哥之間的事 我管不著 你為什麼幫他 那就簡單了 錢呢 果然 我沒有看錯人 也沒有找錯人 你找我要幹嘛 我想讓你當著所有人的面 要回你的孩子 那你可要想好呢 要是這麼幹的話 你哥可就顏面掃地了 他用這種方式 欺騙我和我爸 他活該 那這麼做我有什麼好處 喂 1908法 不來後果自負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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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了 喝什麼 紅酒還是咖啡啊 我不是都讓你走了嗎 你還來幹什麼 你到底想要幹什麼 我想幹什麼 你不是應該最清楚嗎 我不是說了 你要的我給不了 你是不是要害死我 你說啊 算我最後勸你一句 別把事情想得不好 你就算逼著江村認了孩子 能不能怎麼樣 江村什麼人了 她能輕易放過你 跟我走吧好不好 江湖兒給了我一筆錢 夠咱倆生活 你別做夢了 我是誰 我是江太太 你什麼東西啊 我這什麼東西 你不是應該最清楚嗎 我是你兩個孩子的父親 我告訴你們 今天只有兩個選擇 要麼你帶著還是跟我走 要麼我現在就出門 把我倆關係公之於眾 你敢 小池 你你怎麼在這兒 你不是應該在飛機上嗎 她剛在說什麼 你說孩子不是江村的 小池 你都聽見了嗎 你姐姐一直在騙 她跟江村根本就沒什麼 她不願意回到江江市 裡面那個孩子 是我們兩個私生死 你快住嘴 小池 你別聽她胡說八道 她是騙你的 她騙你的 你回答我 孩子到底是不是江村的 你先聽我解釋 你說呀 孩子是不是江村的 好 首先感謝大家參加我跟江村 孩子的滿月禮 但是由於孩子的身體 臨時出了點狀況 所以我們必須 馬上帶他去醫院 為了表示我跟江村的歉意 接下來的酒宴將會繼續 改日我們一定逐一登門之前 對不起 這什麼事 這什麼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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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還沒聽說到呀 這什麼事啊 嫂子 這滿堂編客的 你說走就走 這不合適吧 伯兒孩子病了 我跟你哥要去醫院 這兒就靠你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給我哥打個電話 不用了 你哥沒空 其因素 你當我們大家都是傻子是嗎 到現在了我哥都沒來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他根本就不想認這兩個孩子 江伯兒 我住口 長那麼多的人 你別丟江家的臉 丟臉的是你秦庸素 你敢不敢給大家說一下 你這兩個孩子是怎麼來的呀 你住口 不想說是吧 好 有人說 黃佳文 黃佳文 你快來說一說 這兩個孩子是怎麼來的 佳文 別這麼對我 好 黃佳文 你可別忘了 他是怎麼對你 他根本就不愛你 他只是在利用你 你連個備胎都不算 行了 別說了 佳文 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 拜了 別只有一個人 你给我带走 怕了 那你在背着江村 生下我跟你的孩子的时候 就应该料到 我一定会的这名天 所以你们说得没错 孩子不是江村的 是我跟秦亦做事 是我黄嘉文的孩子 这不说 这是我跟孩子的亲子经理报告 如果你们有人有意义的话 现在就可以拿去查验 事情的真相就是 当初秦亦是为了分招 只是跟我分了手 但是结婚以后 又耐不住记忆我 继续跟我讲 你亲口说 你跟江村很早以前 就开始分裸睡 你亲口说过 他根本就不爱你 你还亲口说过 你要把孩子带回江家 寄上江家的财务 你带着孩子来这样 假的是吗 金总 你说的每个字我都记得 但是也只有我这样 会傻到相信那些话 我曾经相信过 我相信你的心里面还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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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相信你说的 一拿到钱你就会带着我 跟孩子远走高分 但是我现在才知道 你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么想 你明白 到今天为止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 我也好 江村也好 孩子也好 统统都是你的工具 对不起 江村 我没想到我姐 一直都在骗我 我也没想到 一直都在伤害你 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 好 接着你再认识碍程 走了 来 我睡里就走 相信我 你爸的生命体征还算正常 你留在这儿也没用 回去休息吧 有事我会通知你的 我就在这儿陪着他 你这照顾我爸也累了 还是你回去休息吧 其实你爸现在这个样子 反倒不会知道孩子不是你的 否则就不是昏迷这么简单了 江村 其实你真的不该走这步 离开我爸吧 有的时候我觉得 你跟秦阳素很像 跟我爸跟我不一样 我了解他 这么多年她之所以没有让你进江家 是因为她最在乎的那个人 不是 江村 你也这么说伤害不了我 不要再做任何事了 更不要让博儿在背后做什么 她是无辜的 我今天也把话说清了 想我爸在醒了的时候 你已经走了 哎 小姐 你 你的东西掉了 人家了 你为什么又跟着我呀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滚 我让你滚 你滚啊你滚 你这人啊 我好心把你舔起来 你怎么骂人啊你啊 你 你是设计 陷害我 现在你满意了是不是 你满意了是不是 你滚 你滚 我让你滚 滚啊你滚 你江少女验过你啊 你干净吗你啊 你干净吗你啊 你干净吗你 你干净吗你干净吗 你干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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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欧阳 林欧阳 breaker 我干净 你们儿子 你儿子 给你 我不会让你们这么不送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想都别想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别开了 别开了 王哥 别开了 哥 秦英素是疯了吗 他在家丢人现眼也就算了 现在网络上 都是他发疯的视频 这我们江家以后怎么做人的 他以后不是江家人了 他以后是 明天我去办离婚手续 离婚 哥 你想通了 你真的肯离婚了 我当初又跟你说过 就不应该取这个秦英素 你还不听我的 肯离婚就好 想通了就好 对啊 你不会要多给他赛养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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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欺软啊 哥 不 先不了这个问题 你不要总是逃避问题 我累了 我累了 回去吧 哥 你 江总 刚才护士说你也没合眼 吃点东西吧 谢谢 谢谢 我能拿一个人进去吗 只要他能想通 肯离婚就是好事 对了 刚才您电话响 我帮您接了 是一位姓王的律师打来的 说什么授权书 授权书 我怎么把这个事给忘了 我要是知道我哥 会跟情形组离婚 我签那个授权书干嘛呀我 我哥知道 肯定要责怪我了 什么授权书啊 你跟我去找一下王叔叔吧 啊 不可能作废 要作废也得等老爷子醒过来 你无权作废委托书 那我自动放弃还不行吗 委托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呢 你无权自动放弃 除非你在继承江家财产之后 按照法律程序 来选择自动放弃 不是 这样不合理呀 我有自由 我为什么不能放弃 我哥比我会经营公司 我当时只是一时冲动签了字 王律师 您跟我爸是这么多年的朋友 我一口一口叫您王叔叔 您就不能通融通融吗 我通融不了 我除了和你爸是老朋友 我还是个律师 那我爸要是一辈子不行 我这个东西还一辈子不能改了 意思是这个意思 不过还要看事情发展而定 我觉得你爸当初立下委托书 必定有他的用意 我当时怎么那么冲动啊 Björn 你能不能出家 你怎么能当时 我把你只能够 你不看 你不能带忙 我能不能够 你得了 跟我说 你得了 姜村 雖然我求你 可不可以不要離婚 我知道這個要求 對你來說很過分 可是 我姐現在的精神狀況 真的很不好 我怕她再受刺激 她肯定會不行的 要知道 我跟她的關係就是這樣 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誤 所以這婚 肯定是有理的 我知道 只是暫時不要跟她離婚 你們可以分居 我姐在外面帶著孩子 她是不會去打擾你的 只是 要是現在跟她離婚 我怕她受不了這個刺激 網上的視頻你也看過了 她平常絕對不會 做出這樣的事情 她真的是控制不了自己 萬一她又是演戲呢 萬一她又想騙你怎麼辦 不會的 你相信我這一次 姐姐狀況真的很不好 以前不管怎麼樣 她都不會不管孩子的 現在她連孩子都不管 就會在屋裡哭 算我求求你了 江村 給她一點時間吧 從法律角度來說 就算秦英素真的精神出現問題 只要能證明 你們兩個感情出現破裂 就算是打官司 你的勝率也會比較大 但從人情上來講 江村 我也建議你緩一緩 畢竟江家有頭有臉 如果你跟秦英素離婚的消息 一旦傳出去 必定會有不少媒體關注 如果讓他們知道 你在秦英素精神出現了問題的 情況下跟她離婚 對你 對江家的聲譽 都會有影響 對不起 江村 真的謝謝你 怎麼都到這個時候了 還幫著你見 其實 我是不想再看到媽 這種傷心 在這件事情上 我知道我很自私 可是沒辦法 我只能選擇姐和媽 你呢 最近过得好吗 挺好的 平平淡淡 但却很踏实 我觉得这就是 护知应该有的生活吧 如果有可能的话 不要再管秦苏的事了 只会让你更受伤 我知道 这么说也是白说 或许你可以这样答应我 今后不管我跟秦苏的关系 变成什么样子 我要准备自己 您找我是因为 离婚的事吧 不是 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得通知你 早上我收到一份 医院开的证明 说老爷子身体状况堪忧 鉴于现在情况特殊 我这里有一份委托书 先交给你内部公布一下 什么委托书 老爷子得病之前 通过我这边 出过一份委托书 这份文件是交代 一旦老爷子不能打理公司业务 将有委托人 全权打理公司一切事务 怎么从来没听爸说过 博尔知道这件事吗 我爸现在公布的话 博尔心理会接受不了 江村 你听我说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心理准备 江市地产公司委托人 不是你 是江博尔 其实我早该告诉你 但你知道 我和你爸 是三十年的老交情 我心疼你 我还要守住职业操守 我也很为难 老爷子 怎么会把公司 交给江博尔呢 他看得懂什么是合同吗 一个连合同都 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老爷子再糊涂 也不会把公司 交给江博尔 肯定有人在里边 暗中躲鬼 咱们现在就该搞清楚 谁在里边暗中躲鬼 你 你不能跟江博尔 撕破脸你知道吗 笑着给我 干吗 给我 干吗 你现在不能自暴自弃啊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妈 我得看你了 我很想你 你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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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我又是来到挖壮 我其实从你走了一趟 江家连被江家的样子都没有 我觉得恨了 我不认为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转去等博儿 他可以不爱我 可是我一直在很努力 我开公司 我辛苦地工作 我就是希望 我就是希望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认可我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这是你妈吗 长得真好看 你像你妈吗 对 从小大家都这么说 我妈也常这么说 我听方秘书说了 你还好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到大爸对我都是这样 别人都说 他对我的眼力是因为 我是江家的独子 说我今后要继承江家的事业 所以他对我爱之深恨之欠 让我感觉不到 我心里倾入我每次看到的眼神 他的眼睛里做了什么 好像带着一丝怒口 还有一丝怀疑 怎么会呢 你会不会太明白了呢 我自己心里知道 他从来没有像腾伯儿一样疼过我 所以我从小就很叛逆 我惹他生气 即便他打我骂我 可就在那些时候我才能看 我在他心里 还像是个儿子 那你这些话 我为什么不跟他说呢 说也别用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 后来我就把一切的精力 放在工作上 我就是希望得到他的任何 可我没想到 是这种结果 我觉得你先不要那么早地 下结论 天底下 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呢 我想等爸 醒过来之后 你当面问他 现在不要否定他 也不要否定 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给妈上炷香吧 来 妈 我们来看你了 我们来看你了 我要看你了 她会知道 你了 你让她叫她什么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们都有一个安全感的人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爱来交换 I love you 这个博儿啊找了你一整天 要不你先去趟公司 或者给他打个电话也行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你说这老爷子真是的 知道疼不二 可是也不至于办这么糊涂的事 这事得问安一秋吧 毕竟我爸病了这么多年 是安一秋在陪着他 你的意思是 是安一秋在背后捣鬼 可是他也知道 这江博儿 毕竟是你的妹妹 对不对 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你帮我查一下 安一秋进入江家之前 他在干什么 还有 再查一下博儿的身世 你怀疑什么呢 我不确定 但爸不知道 找到什么时候才能行 所以 我自己查 好 阿杰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 煎得有点太老了 挺好的 不行 江村不喜欢吃老的 我再煎一个 没事 只要是你亲手做的 先生都会喜欢的 是吗 嗯 你啊 失忆以后啊 学会煮饭了 而且煮得还挺好 先生啊 最喜欢吃你煲的 那个鲜虾馄饨了 你是不是也比较喜欢 失忆以后的我呀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 您失忆以后啊 跟先生的感情和好了 可是没想到啊 江村你醒了 来吃早饭吧 我给你准备 你怎么来了 我们还没离婚 这儿也是我家呀 那就签子离婚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你现在要往医院跑 公司也离不开你 我是想帮你分担一下 不用 你唯一能帮我的 就是尽快地签子离婚 您明白吗 先生 英素也挺不容易的 一大早上天没亮 就起来给您做早餐 您生病那会儿啊 英素成熟的 不睡觉陪着您 霍芝 是霍芝对吗 他根本就不是看起来的 那么单纯 江村 江村你不要被他骗了 他嫉妒我 他嫉妒我嫁给你 他就是重新记着 也长得我的一切 是霍芝 本来我还答应了黄智 说离婚的事情 可以暂缓一下 现在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三天必须在 裂风企业书上签字 到时候 如果你不签 我们发听见 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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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找到福利院来了 你就是霍芝吧 之前在江家 跟我顶嘴的人就是你吧 我料那个情愫 借他两个胆子 他也不敢 现在我明白了 我知道陈领盛都跟你说了 你想怎么样你就说吧 不过有一点请你相信我 我跟陈领盛已经彻底分手 而且我不会再纠缠他 我找他 也是为了有个了断 你找他是想有个了断 还是为了要帮我哥对付我 这个我心里很有数 江伯儿 这事你误会了 你哥 你哥根本就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跟我哥 关系这么好了 我哥不让我找你的麻烦 这边你又这么维护他 真可惜啊 如果我哥三年前遇到的是你 而不是情愫的话 我想你们俩在一起 会更有默契吧 这话什么意思 你真的不明白吗 三年前在高下桥上 那场车祸 你应该记得吧 而且你背后的那个疤 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我没说错吧 你怎么知道啊 我不光知道这个 我还知道你的那个疤 是为了救一个人而留下的 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 因为你救的那个人 就是我哥江村 自从三年前那场车祸过后 我哥就一直在找你 可是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过多久 他就看到了围在我身边 一直转的秦英素 他误以为是你了 就准备要娶秦英素 不管我爸怎么反对 他都很坚定 可是我哥不知道 他娶错了人了 怎么不是这样 江村问你跟我说过 我姐也没跟我说过呀 秦英素当然不会告诉你了 不仅如此 他为了能让你心甘情愿地 留在江家帮他打掩的图 他还害得你丢掉了工作 那个孩子就是他带走 而且他还买通了 幼儿园的宝洁阿姨 这钱你拿着 以后不要在这个城市出现了 更不要跟幼儿园的人联系 知道吗 好 不可能 那个时候我跟他 还没有相认呢 可是秦英素早就找到了你 你以为你跟陈离生 分手跟他没有关系吗 陈离生的妈妈 为什么一口咬定 是你劈的腿 谁让我儿子天天喜欢你呢 可是你现在脚踏两只船 给我儿子戴内帽子呢 难道你真的觉得 他是无中生有吗 你以为秦英素在认识你之后 才开始利用你的吗 其实他自从知道 有你这个人开始 就已经开始计划了一切 他跟你相认 根本就不是 因为什么姐妹之心 完全就是为了 保住她的姜家姜太太的地位 你别说了 我不相信 我一个死都不相信 获知 你以为你骗了所有人 其实最蠢的人就是你 怎么样 被自己亲姐姐骗了 都不知道 我本来以为我看到你 会很愤怒 没想到我现在看到你 只有可怜 被最亲的人骗 是什么滋味啊 安医生来了 說真的 如何 特别言 静 特别言 说写给我 你有什么 就是什么 实际上 如果他开口让我走 我绝不会赖在你们姜家 但是你现在想赶我走 恐怕还没这个资格 你以为你窜弄惹我爸 把公司给了不二 姜家的事我就说了不算了 你别忘了 即便我不是姜氏的董事长 我依然是姜家的长子 姜家的长子 姜村 你以为你爸 为什么把公司交给博儿啊 我不相信你 一点都没怀疑过 虽然那时候你很小 但我想你应该记得 你爸跟你妈关系并不好 那又怎样啊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妈背叛了你爸 你根本就不是 你是你爸的亲生骨肉 你是你妈跟其他的男人 在外面生的野种 云青 你爸 你怎么不相信我 是你妈呀 是你吧 我怎么会 這樣待你 你爸為什麼又把公司 交給博爾 好了 江村 我知道這些事都不怪你 這都是上一代人的恩怨了 但是我想你應該知道 江家的一切 本來就不屬於你 你沒有資格跟博爾爭 他也是一樣的 即便我不是我爸親生的 博爾也是抱怨 我爸也是一樣的 你又錯了 博爾才是你爸的親生骨 你又知道 你太小看我在你爸 心中的地位了 你們今天還有什麼事情 是我不知道的嗎 那我就想不通了 阿姨你在我爸的心目中的 地位這麼濃 為什麼我爸 只肯認認這個親生女兒 而不肯認這張媽呢 這個什麼意思 我早就知道 博爾是我爸親生的了 我還知道你 就是她的親生骨氣 不可能 你爸告訴你的 果然是你 你炸虎 也算不上炸虎 我只知道博爾是我爸親生的 但我們任何的親生骨氣是誰 方秘書幫我查到 我爸在去福利院領演活兒之前的一年 你在那個城市出現過 而就在那個年 你從醫院辭職 成為了我們家的死人醫生 成為了我們的安阿姨 安阿姨 如果這一切不是求不好的話 結果只有一個 本來我想找個機會試探一下 沒想到你今天自己來了 好你個強催 算你狠 彼此彼此 離你揭開了 揭開了又怎麼樣 你爸現在還在醫院裡面昏迷 公司遲早都是博爾的 博爾 哥 你們剛才說的都是真的嗎 博爾 博爾你聽我解釋 你們都是騙子 博爾 博爾你聽我解釋 博爾 博爾 攻進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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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老闆你先来看 今天来好 姜太太 您的包和鞋子 对啊 怎么了 不知道啊 小致 你几在百户公司购物呢 你怎么知道 她生命以后 我就把她 关联的银行卡呀 会员卡 所有的电话号码 都改成我的了 我是怕她乱花钱 你看她一连 刷了好几笔呢 行 妈 你先别着急 我拿着你的手机 去找她 你在家带孩子 要是有什么事 我就给你打家里电话 好 你 我是英宿 马杰 英宿 你回来了 江村在家吗 在 在 怎么又来了 赶紧去换身衣服吧 戴上结婚证 我们去离婚办事处 我的手机一直响 怎么能接个电话 咱们公司说好了吗 离婚听你的 其他的听我的 我不希望有别人打扰我们 你现在走的路不对啊 离婚事务所在反方向啊 你还真以为我 会带你去离婚办事处啊 行行坐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送你去你该去的地方 我怕了 你要是不想离婚 你先送我回去 什么时候等你想通了 你再来找我 好吗 我现在已经麻烦了 我跟你说过 我们是夫妻 不是我丈夫 不是你老婆 我一辈子都不会分开 停车 我现在要下车 我叫你停车 停车 当初是你先招惹我 是你死缠了 哪要跟我在一起的 停车 我叫你停车 我当然接受了 哪个有情有事的男人 要被女人拒绝呢 江青 我当初跟你求婚 你可以拒绝啊 我也没有答应我 你答应我就应该负责任 我找的时候只不是你 我承认我们在一起 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可是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 我知道你要找的不是我 所以你找到病人了 所以你就要甩开我 我告诉你 不可能自家的辈子吧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 我可以平静静气的谈 好吗 你有什么条件的国际 我保证你 我可以满足你 我还记得我的时候 行吗 我没有这个事情 我扯认你 我当初开认的是你的情 你疯了 可是后来 你疯了 后来我发现我爱的是你的人 我怎么爱你 你为什么不就是 你原谅我呢 你精神有问题 你精神有问题 你赶紧看医生 我没有问题 我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走 喂 姜博儿 是不是找到我哥了 还没有 我怀疑 他们有可能去了 郊州外隧道 我哥输车过的地方 他去哪儿啊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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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博儿 你疯了 你不想活了 我当然想活了 是你不让我 让我们就一起去死 快点 快点 快点好 好好好 好 你不让 metabolism 我让你停车 停车 我得下车 recognized 现在停车还来得及 停车靠边停车 停车靠边停车 在你以前也没有救你 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我现在 为了终于我爱你 我愿意陪你一起去死 快点靠边停车 终于再登陆车 刚失望不说 我们再澳窄 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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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e rappe 带你来吧 代表正面 带我洗一下 龙 honored 李生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还想问你们呢 你們怎麼在這兒啊 當然是來找我哥啊 你們可真行啊 背著我聯繫我哥 要不是我從方秘書那兒 未必利用問出來的話 我現在還蒙在鼓裡 那找到了嗎 你來晚了 說江村離開了 不知道去哪兒 你確定那個人是江村嗎 確定 傳上人說一個月前 在那邊發現江村 我江村醒來 卻什麼都不記得 什麼叫什麼 也不記得了 就是失憶了 你是裝的 我哥是真的 對之前的事情 什麼都不記得了 一無所知 所以才不想相認 失憶 走 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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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树战 一 二 三 鞋子 对 朋友们 都过来 都这边了 怎么样 你看看照片还不错吧 回头我洗洗干净的 谢谢 那我们客气什么呀 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 随时还你吧 江先生 您怎么在这儿啊 您是 冯院长 你有没有看到我哥呀 我哥他到底在不在啊 他在宿舍里吗 你们来晚了 江村刚走 我怎么拦都拦不住 不是说好了 在这儿见面的吗 你让我照顾他 我就跟他聊啊 聊来聊去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 都告诉他了 然后他知道你跟秦英素 是双胞胎 又打听秦英素的下落 还问了江家的一些情况 然后这人 这人就不见了 这 你全都告诉他了 他非要问我 我只能告诉他了 反正啊 我把我所知道的情况 都跟他说了 这该怎么办呢 我哥又没有手机 怎么联系到他呀 别着急 他会联络我们的 好 是我哥 是我害死了他 是我害死了他 是我的错 你是秦英素 你是秦英素 你认识我吗 是我 是我 你在说我的错 该吃药了 来 先偷手来 乖 你是病人家属吗 我是 你们什么人家属 是什么关系啊 怎么之前没有见过你啊 她是秦英素的丈夫 来 张嘴 好乖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都做我的错 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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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天找我的人是你吧 我接下来你的电话号码 要不是陪着你看青庸座 要不是你现在 坐在副驾驶上 我真不敢相信 江村你会失忆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先把你安顿好 我什么时候 可以见我的家人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现在可以相信的人 只有我 你怎么走 走 一会儿 这个会议之前 你得把这些 都吃到肚子里 你说你失忆就失忆呗 怎么连智商也没了 你以前跟我说话 就这么没上没下 没打没札的吗 你别说 就你骂我这样的 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来了 霍芝对吗 你跟你的姐姐 真的是像极了 你以前也这么说过 她跟我说 特别了解我 我正想跟你聊聊 来 请坐 我们 我们不是很熟 对你不是很了解 你看你 你不是说她很了解我 比你还了解 不是 我 我这 你说什么呢 没有 我妈让我过来看看 江村是不是平安没事 我看到了 您健康 就放心了 不用追了 不是 她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坐吧 为什么这个防水 层的施工 跟他们的效果图理 是不一致的 为什么这个防水层的施工 跟他们的效果图理 是不一致的 我真是 我让你没有 你怎么想 我说我 你怎么想 你们要做 你怎么想 你到底要做 你怎么想 你又要做 我 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 我 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 我 可是你怎么想 在江村面前 不要提起我了 我在江家发生的一切 也要瞒着他 为什么呀 这对他来说是好事 忘记了过去 才能重新开始 对我也一样 不知 你要是这么说 我就明白了 你就是现在想离开 想退出 对不对 反正江村回来了 现在能帮助他的人 也不少你一个 是不是 他身边有你就够了 我有的时候真为他高兴 他身边有你这么好的朋友 真是他的福气 你 你这是说你呢 还是说我呢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拜托你 我之前给过江村一份 亲自鉴定 他跟博二的 不知道他放哪儿了 你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然后给江叔叔 你还做过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 我特别担心他 那现在呢 现在没资格了 记住了 一定要把这份亲自鉴定 给江叔叔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是这么地相信你把一切所有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办 结果你居然骗我 再说 我 那怎么还问你 就不吝了 因为我 好 四位 我 你怎么发生啊 我看我 谁 你怎么发生啊 我真是 我就是打算害江村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因为有人一直在害我 三十年了江建国三十年了 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样的 痛苦 折磨 绝望和崩溃吗你 爸 你把我一辈子都毁了你 我现在只是为了我女儿 都毁她应该得到的一切 我有什么错 我一早我就告诉过你 你如果你愿意离开的话 你随随都给你离开 我不会阻拦 是你自己你不愿意离开 是你给了我希望 是你跟我说你跟你太太关系不好 是你说她在外面有别的男人 我一次一次地安慰你 之后你说你离不开我 这些你都忘了吗 因为你 我把我一生的职业不要了 我 我把我搭毫前证都不要了 我拼了命地给你剩下了女儿 看看你怎么对我 怎么对国儿的 你甚至都不敢承认 国儿是你的亲生女 姐 终于跟我在一起了 第一天开始你就知道 我有妻子 我有儿子 我从来也没骗过你 我更没有强迫过你 你有强迫 你太可笑了吧 江青光 你一句话 你就把所有的责任都退卸掉了你 你从一开始就把结果都想好了 是吗 是 是 是我错了 是我有缘无助 还是你 是我看见你在婚姻里面 那么痛苦温馨等你 我想给你安慰 给你温暖 给你爱 给你一个家 是吗 太天真了 我甚至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过 要去取代你太太的位置 是 直到你太太去世 我才发现你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将近过三十年呀 三十年的青春 三十年的鲸鱼鱼虾 认出服装 都没你换来你一死一毫都会觉得感对 你是什么样的电视新长呢 啊 你把一切都留给江崔的时候吗 你想不想过吗 想过不玩吗 没有 所以我才要把 把属于孤儿的一切 我要亲手夺回来 想见过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 是 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 你把我逼成一个疯子 逼成一个魔鬼 你知道我要够狠吗 你把我恨死你 我恨死你 你瞧 你换了我的药 给我下针 让我昏迷 这些药坏都可以动走 我知道 但是 你不可以侮辱他 你不可以侮辱他 我不许你侮辱他 我这一辈子唯一做错的一件事情 我就是后悔 我误会了 心里还有别的人 以至于让他最后含恨而去 所以现在 我不许任何人诋毁他 我诋毁我们的儿子 你知道吗 我不许你诋毁他 爸 你说什么 是他害得你昏迷不幸是吗 我醒来以后啊 你是很仔细把这个 我昏迷的原因告诉我 能够轻而易去做到这件事情的 你只有我 你只有我这对死灵的事 按理去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这么狠毒 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为什么 你别叫我 你别叫我 你不配 我要报警 我要让你为你所做的一切 都付出代价 不管怎么说 那是你的亲生母亲 那不是 我没有你这样的妈妈 我宁可一辈子都没有妈妈 你满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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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之恩 好巧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我给你打过电话 你没接 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呢 可能网友曾经有新电话吧 你过得好吗 我明天就要出国了 这次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所以约了不少朋友 待会儿还有之前最后一个 那我不打扰你了 再见了 小的灿烂 哭的夸张 你是答应 这次好不容易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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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好不容易回来 这次好不容易回来 我记得好不容易回来 谢谢你 谢谢你 以前你去跟我说过 等我结婚的时候 会送我特别漂亮的电话 没想到你真的做得好 哥 你找到记忆了 还要不是找到记忆 怎么可能想到 送你这块电话的礼物给你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 Oh yeah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爱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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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会交换 好的 X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